一次意外我穿梭到寿室 活到一个拥有五个寿夫的女人身上 一到傍晚 寿夫们一个个子弹上堂 准备大干一场 看着一个个都压不住枪了 我心里慌了一批 我哪见过这种场面 我在现在只是一个只见过猪跑 没吃过猪肉的人 都说寿人的体力好 我这小身板哪里受得了 这些寿人平时穿的就不多 一不小心就可以一览无余 待机状态的尺寸都让人窒息 不敢想象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 更让我觉得恐怖的是 大寿夫蟒相居然是双卡双带 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 原来我就一直好奇侯月是怎么排班的 会不会是一天安排一个值班 然后周末双休 双休时偶尔去找她的两个情人寿夫做做运动 看到今天这场面 我怕是误会她了 她的世界我想象不到 我现在真是霸王敬就 不干也得干了 她的五个寿夫都很能干 蛇寿夫蟒相 鹿寿夫露心 狐寿夫狐猎 狐寿夫虎林 熊寿夫熊平 然而原主侯月是一个十足的大反派 卖寿夫寿宰是家常便饭 寿夫寿宰对她恨之入骨 所以我刚穿越的时候 寿夫们一个个对我咬牙切齿 这也怪不得他们 是原主侯月不做人 经常欺负他们 把大寿夫蟒相卖到斗兽场与野兽搏斗 仅仅是为了得到两只鸡 害得蟒相受伤残疾召她嫌弃 为了一只鹿腿 把狐猎卖给其他雌性消遣 虽然寿氏性地位很高 但是卖寿夫寿宰的仅此侯月一人 然而我的唯一活路 就是帮她洗白 不然就会像小说里写的侯月那样 我会死在兽夫兽宰的手里 想到这些我吓出了冷汗 我犯了什么错 让我来这里受刑 还不如直接不要我复活 一聊百聊 这时系统上线 主人您先别气馁 您听说过反派洗白吗 你还有机会哦 你说我还有机会 那当然 我心底亮起一丝希望的光芒 还好现在剧情开始没多久 还有机会逆天改命 系统小牛提醒我现在侯月正在卖仔中 我顾不上整理一容 气势汹汹的往回赶 我一边走一边盘算着 现在侯月已经卖了两个兽夫 并且害得家里一个兽夫残疾 一个兽夫毁容 这特喵的怎么洗白啊 这不是纯纯来送死吗 我心里骂了几句 又捧着脸往回走 实在是太生气了 所以走出了万夫莫敌的气势 侯月在部落里名声本来就不好 现在这表情更是没人敢惹我了 大家都会给我让出一条路 我这时候也没功夫想那么多 毕竟现在把大仔二仔留下来才是重点 这个斗兽场可不是闹着玩的 记得小说里写的是二仔当晚就被打残 断了一条胳膊一条腿 可是这个仔是最善良的 即使这样 他的弟弟妹妹在后来欺负侯月的时候 他都没有参加 所以我决定一定要留下这两个仔 然后再好好表现 用行动感化他们 我在现代是个孤儿 我还在培养仓的时候 父母就饿死了 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也是吃了不少苦 现在想到家里还有那么多亲人 心里还是挺激动的 这时候系统说话了 主人请您不要高兴得太早 因为根据显示情况 您有三个兽夫已经开始黑话了 还有两个兽仔非常希望您死 所以够了 我知道了 我激动的心一下子无比平静 这不就是说现在有六个希望我死了吗 没事 还有两个兽夫和四个仔仔没那么恨我 主人 其他的也在废话中 这边建议您最好除了熊瓶之外 谁给的东西都不要吃 不然你可能会提前结束生命 我已经完全无语了 要不我还是一个人去部落外流浪吧 远离世俗纷争 争取多活几天才是王道 反正我超市还在空间里 东西看起来一样也不少 主人请死心 这里是兽氏 除了部落之外 一到夜晚都是野兽出没 而且您的超市里的东西已经被冻结了 您一样都使用不了 那超市是我的私人资产 凭什么我的资产我不能用 凭什么冻结我的东西 我又一次激动起来 因为您的小超市是您的穿梳抵押 所以现在超市不是您的了 去特喵的 我心里瞬间爆发出无数脏话 那我不就非得回家不可了 因为在外面连饭都没得吃 哪怕不遇见野兽我也会被活活饿死 我脸色越发阴沉 看来是上贼船了 现在看来不回去给侯月洗白是不行了 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突然有个身材壮实的女人 跑过来拉住我的手说 姐姐 快回去看看吧 有几个部落外的兽人 要抓走大仔和二仔 来得这么快 我先是一惊 这位女人应该就是侯月的妹妹了 名字叫侯蜜 被侯月为了毕瘦果的女人 吃一个毕瘦果三年不会怀孕 侯月心狠手辣一口气为了她三个 但是侯蜜一点都不记仇 一直都说姐姐是一时糊涂 旁人说三到四的时候 她还会帮侯月说好话 不过也怪不得别人说 虽然兽是以雌性为尊 但是没有人会卖兽夫兽崽的 侯月是第一个 我远远就看到家门口围了一圈兽人 我快步上前 看到一个又高又壮的大个子 拿着一根木棍堵在门口 被堵在外面的人大声喊道 熊平 你给我让开 野牛你们已经拿到了 赶紧把蛇崽给我们交出来 啊 原来她就是熊平啊 就是全书最老实的雄性兽人 侯月的第五个兽夫 她就是唯一没有黑化的那个兽夫 这熊平常的也不像小说里 侯月显得那样粗笨难看嘛 瞧她这一身肌肉 多有男人味啊 那个熊平抿着唇不说话 就是她瞪着的眼睛里 流露出愤怒的情绪 侯月还发现了熊平脚下 还有三只小东西 除了刚刚在小溪边 她看到的小狐狸和小猴子 还有一只棕色的小熊 特别小 也就一只女士棉拖鞋那么大而已 这三只应该就是侯月的宰了 这就是刚刚庆祝我死了的那几个孩子吧 最小的才四五岁的样子 就这么恨我了 熊叔叔 叔叔求求你舅舅哥哥 我不要哥哥离开 那只小猴子发出小孩子的声音 两只大眼睛还在不停地落泪 我看到这一幕眼眶都忍不住红了 这小东西好聪明 都是猴子 它可比侯月像话多了 侯月 你要是还是一个母亲 你就不能这样做 你怎么样对我无所谓 但是大崽和二崽才八岁 躺在地上的蟒相明明白白 看到侯月挤到眼眶里的眼泪 他在哭 他是觉得他的崽子卖得太便宜了吗 我听到声音这才看到地上蟒相 我还来不来及感叹蟒相长得好看 就被他眼里的杀意吓了一跳 好吧 蟒相果然恨死他了 不过蟒相长得是真的好看 小头小脸宽肩阔背的 比现代的明星画报里的明星还要好看 难怪侯月嫌熊平不好看 因为有对比 蟒相的眼神越来越冷 都这个时候了 我还在发呆 我被他眼里的杀气吓得猛地清醒过来 这时候我还犯什么花痴 还不赶紧就宰 侯月啊侯月 你是嫌自己命太长吗 你居然敢冲着最恨你的人饭花痴 我向前挡在兽崽面前对兽人说道 你们都给我住手 你们不准打我的兽夫和我的崽子 我知道 我现在只有把这几个兽人赶走 再把崽子留下 我才有一点洗白的机会了 一个又黑又丑又胖的兽人看着我说道 侯月你算是回来了 你要知道 你家这两个营养不良的崽子 可是不止一头野牛的 但是你侯月的崽子自然比较珍贵 我听到这些兽人阴阳怪气的说话 我的脸直接抽了抽 心想他们还挺会骂人 莽象绝望的冲我怒吼道 侯月你不是人 你等着 兽神不会饶恕你的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 莽象在他的骨头被打断了的时候 他就差点活不成了 要不是怕他不在了 侯月又不是个好母亲 他怕他的崽子会让人欺负 他早就不想再活了 我看着莽象忍不住发了个抖 一上来就让我感受到莽象浓重的恨意 不过也给了我启发 这里兽人是信奉兽神的 对兽神的旨意是不敢违背的 我不卖宰了 听说我不卖宰了 那群斗兽厂来的兽人当下就不一了 侯月 那野牛你可是牵走了的 你现在是想说话不算数 收了东西不给蛇宰 这可是不行的 那几个斗兽厂的兽人顿时就生气了 其中一个还恐吓我道 侯月 别以为你是雌性 我们就拿你没办法 知道了 我把野牛还你们还不行吗 说着我让那个小猴子和小狐狸 就把牛牵来 听到我不卖他们的哥哥了 那只小狐狸眼睛里明显露出开心的表情 那只猴子却是半信半疑的看着我 我真的被他那个眼神刺痛吗 对他们说还不快去 他们两个才兴冲冲的跑去牵牛 你说什么 侯月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反悔了 斗兽厂的人和侯月做了三次生意了 明明前两次他都是挺爽快的 这次他怎么反悔了 侯月 你是不是嫌东西少 你去问问周围部落 有谁的崽子卖的那么好 说着还指了指蟒象 你这个兽夫当时就换了两只鸡 我闻眼耿住了 转头看着蟒象的眼神 他差点原地抹脖子自尽 我说够了 以前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我不卖崽子了 侯月又沮丧着脸看着蟒象 以前是我对不起你 蟒象听到这话 他的眼底闪过不可置信 但是他很快就清醒过来 侯月绝对有别的目的 他吃过太多自亏了 他相信侯月死了 都不相信侯月会痛改前非 什么 在场看戏的人都表示特别震惊 这个侯月是换了个人吗 前几次他们怎么骂他 他都让人把他的兽夫拖走的 他今天怎么自己主动就放弃了 在大家惊讶之余 我骗他们说 对 我刚刚梦到兽神 他说了 我不能卖崽子 不然这里所有部落会闹汗灾的 所以我不卖了 你们还是赶紧把野牛迁走吧 毕竟斗兽场的武力值是全数数一数二的 我赶在交易的时候突然反悔 这样肯定会把他们惹毛 但是我要是把兽神搬出来那就没事了 毕竟兽神可是所有兽人的信仰 所以哪怕斗兽场的人非要把大崽和二崽带走 部落里的人也会帮忙拦住他们 果然周围的兽人听到我的话就开始帮枪了 原来是这样 喂 那你们可不把崽子带走 因为兽人部落闹汗灾是很恐怖的 搞不好所有人都会可死和饿死的 侯月 你记住了 以后你想卖崽 你要四个崽子才能换一头牛 那些兽人也承担不起部落闹汗灾的风险 只能放弃这项交易了 但是他们又不相信侯月会改变 你可给我滚吧 我不卖崽 我以后就算饿死了 我也不卖崽 我刚好看到小狐狸回来 指他们身后的牛生气的说道 牵着牛赶紧夺走 我真的很想掐死这几个兽人 没完没了的提起以前的事情 我看着那几个兽人 慢慢咧咧地牵着牛走了 我脸上一点也没有完成任务的喜悦 我觉得莽相好像更恨我了 怎么办 我想到自己结局眼泪都要掉出来了 所有围观的兽人也都在惊讶地看着我 都没想到我这次真的不卖崽了 可我真的是太冤了 侯月卖崽卖兽夫吃香的喝辣的 偏偏我是过来给他擦屁屁的 莽相则是看到那些人真的走了 他松了一口气瘫倒在地上 他响了一下又挣扎着爬了起来 我寻思着他是要去看他的崽 我扶你起来吧 我好心走过去去扶莽相 莽相则是瞪着我 然后用力地甩开我的手自己爬进屋里了 这时突然有人在我耳边说话 侯月 你安的是什么心 你是不是准备把崽子们卖给别人了 差点把我给吓得原地起蹦 我一转头发现是脸上 有三道纵横全脸的伤疤的男人 我一下子就猜到这个人是狐猎 狐猎是侯月的第三个寿夫 他的脸上就有三道纵横全脸的吧 但是我没防备 所以让他的脸吓了一跳 我没忍住又哀了一声 我知道自己不应该反应那么大 我连忙捂住嘴巴 可是狐猎还是生气了 侯月 觉得我很可怕是吗 狐猎眼情里都是纠结的怨愿 他被侯月用一只山羊腿 卖给别的慈性玩乐 他不愿意就犯 所以用自己的爪子把脸抓花了 他是这样才保住了清白 可是侯月却嫌弃他丑 在兽氏部落里 雄性兽人的清白很重要 一个雌性兽人 一辈子能有很多个雄性兽人 但是雄性兽人 只能有一个雌性兽人 在这里只有不正经的雄性兽人 才会勾三搭四好几个雌性 比如侯月的两个反派雄性兽人情人 狐猎倒是忠贞不二 但是侯月却嫌弃他丑 他还一直想方设法要赶走狐猎 因为侯月嫌他不好看还浪费粮食 明明家里食物有一半是狐猎弄来的 可是侯月就是选择装瞎假装看不见 不是 我是心疼你的脸 我连忙解释 可是我一说完就看到狐猎眼底闪过的讽刺 我看着他直接咽了声 天啊 我还不如出去喂野兽算了 这我真的洗不白啊 这么坏的人我怎么洗白 蟒相因为他残疾了 狐猎又因为他毁容了 目前还有两个被他卖去了斗兽厂 还有那因为他死而开心的小狐猎和小猴子 我这是进了狼窝呀 不管怎么样也算把现有的家人认全了 目前家里还有三个兽夫 老二和老四都被侯月卖了 老二狐猎和老大蟒相都是因为受伤被送了回来 熊平是这个家最能干的 所以被侯月留了下来 侯月有六只崽子 老大老二是和蟒相生的 所以是蛇崽 老三是小猴子还是个小雌性 是和二兽夫露心生的 老四是小狐狸 也是熊性的 是和狐猎生的 老五老六是双胞胎目前性别不明 是和熊平生的 不过因为侯月不当人的原因 每只崽崽到后期都黑化了 每一只都想尽办法折磨他 我想这眼情突然瞟向 只在下半身围着兽皮的熊平 看着他鼓囊囊的胸肌 我的口水差点就流了出来 也不知道这胸肌摸起来手感如何 我连忙擦了擦自己嘴角的口水 没办法 在现代我可是找不到对象的那一类的 现在一下突然有那么多老公 还是挺兴奋的 尤其是熊平看起来那么可口 当我想入飞飞的时候 叮 系统任务上线 任务是让我赎回两个寿夫 奖励两包牛肉干和两桶奶粉 不是 我要这个奖励干嘛 我瞪大了眼睛 不对啊 这些东西可以用来哄孩子 突然感觉有了一丝盼头 侯月为了一旦盐 把虎林和鹿心卖给斗兽场 没办法了 这个屁屁得我帮他擦 嗯 现在就去 我从家里拿上一袋盐就狂奔去斗兽场 经过一片小树林 突然听到树林里传出来声音 齐哥你慢点 什么鬼 这哭声听起来有点吓人啊 好妹妹 你真润啊 我差点被呛到 不自觉咳出了声 我反应过来了 原来不是闹鬼 是有人在小树林里羞羞啊 雄性兽人冲我大喊 侯月 你不要跟踪我了 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喜欢你 我心里只有红蜜 我一头雾水 说道 这位大哥你是谁啊 你以为我喜欢你吗 雄性兽人不屑一顾的说 侯月 你耍什么花招 耍你妹啊 我的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我看到了对方身后的红蜜 好吧 还真是侯月的妹妹红蜜 那刚刚跟侯蜜羞羞的雄性兽人 不就是士气了 看到他对我的反应 我明白自己洗白的路 慢慢骑修远 等我到了斗兽场了 连个兽人迎了过来 哟 这不是侯月吗 你真的很快就后悔了 我转头一看 原来是昨天去拎崽子的兽人 我冲他点点头 是的 我后悔了 我知道 你就是嫌少吗 那这样 三只兽崽换一头野牛 不能再少了 你昨天临时反悔害得我很没面子 你有完没完 我说了我不卖崽 那你来这里干嘛 我来把我的兽夫赎回去 我的兽夫呢 我今天是来赎我的兽夫的 你要赎兽夫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那兽人抱着肚子非常夸张的姿势 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你拿了我们的盐 那兽人还没说完 我就把盐袋扔到他怀里 那兽人眼睛转来转去 一直不敢和我对视 这个 这个 那兽人一时语无伦次 陆心和虎林出去打猎了 还没回来 你改天再来赎吧 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实话 但是我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用我在现代的公关经验 一次不行就多来几次 因没有完成任务 被系统扣了一半奖励 给了我一包牛肉干和一桶奶粉 这怕是安慰奖吧 毕竟没有完成任务 原来系统小牛感受到了我的难过 怕我想不开投合 所以才偷偷给我的奖励 看到我拿到奖励很开心 系统小牛也是松了一口气 我拿着奖励回家 分给几个兽仔 他们很高兴 小孩还是好哄 不管你以前对他们多不好 只要你现在好好对他们 他们都会很开心 原来兽氏和现代都差不多 至少人心一样 我的变化太大 兽夫们完全反应不过来 以为我死性不改 认为我拿回来的牛肉干和奶粉 是卖了哪个兽仔换来的 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个个缩去角落不理我 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持久战 并非一朝一夕 就能改变对我的认知 所以按部就班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于是第二天 我就带着两个蛇仔去挖野菜 一方面是家里需要吃的 我出一份力 另一方面需要和兽仔们培养感情 真没想到就挖到了人生 还有土豆 我就把所有挖到的东西 都放进了空间里 然后带着两个蛇仔高高兴兴地回家 没想到到了村外 就听见家的方向 小狐狸和小猴子在哭 我在想岂有此理 谁敢欺负我的仔 大反派的仔仔也有人敢欺负 我气呼呼地撸着 自己不存在的袖子 就大步往家走 蟒相你这残废还挺嚣张的 我劝你赶快把仔给我交出来 我听得清清楚楚 先是一惊 斗手场的人已经被我打发走了 牛也还回去了 那这群人是谁呢 蟒相残疾的事情本来就怪侯月 那些人一直在刺激蟒相 蟒相一定会更恨自己了 看来蟒相的黑话 就是这些人在后面推波助澜 大仔和二仔也听见了 以为我又卖了他们 两只手在颤抖 刚高兴了一天 心想着母亲还是没有变 满满的希望被打碎的感觉 真的让他很难受 我看到他们受伤的眼神 我心都碎了 母亲真的没有卖你们 以后我会好好疼你们 不会再卖你们了 相信母亲 说着我抱着他们深深地亲了一口 你们先别哭 这样 你们先躲起来 我先回去看看 你们看到谁都不要出来 等熊平和狐狸回来 你们再跟他们一起回家 然后就把他们推进了草丛里 我也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 所以安全起见 只能先这么处理 大仔和二仔先是一愣 眼里闪烁着难以置信 母亲好像真的变了 当我远远地看到家门口围了几个人 我听到小猴子的哭声越来越大 你们不要打我大爸爸 你们都是坏人 听得我心都开始抽疼 我看到一个女人对对着我 插着腰对着寿夫寿宰说 你们还不赶紧把东西交出来 不然的话我连你们也打 小狐狸满脸的愤怒 一句话怼了回去 这是我们的肉 是我爸爸带回家的 凭什么给你们 蟒相冷冷地说道 就是你们凭什么抢我们的肉 我顿时明白过来 好啊 原来是去我家抢肉了 那个女人一脸不屑 什么抢 你家就这几个人要么多肉干嘛 还有蟒相这个废物 我要是你就去死 省得浪费粮食 你们给我滚 我们吃什么关你们什么事 蟒相还没说完 就被两个雄性兽人推倒 小狐狸和小猴子 被他护在身后 马上大哭起来 这群兽夫受宰真实可怜 原主侯岳在家的时候 就欺负他们 侯岳不在的时候 又有外人来欺负他们 他们不黑话谁黑话呀 我看到其中一个 雄性兽人抬脚要踢蟒相 我连忙冲出去大喊 你们全都给我住手 那雌性兽人回头 看到我先是一慌 然后又堆满笑容对我说 侯岳 你回来了 这时系统显示他是虎琴 我马上明白过来 他就是小说里 侯岳的死对头 不过虎琴他后期洗白了 还跟着男主师 其吃香的喝辣的 而且还带着寿夫 去笑话泡在盐水里的侯岳 原来是你呀虎琴 你跑到我这里 欺负我的寿夫和我的崽 是不怕被赶出部落吗 什么欺负 是你的崽子偷我的东西 那虎琴知道侯岳蠢 而且不喜欢蟒相 和他自己的崽子 他又说道 是你家蟒相 让你家崽子去我家偷吃的 我说虎琴 你这脑子是想骗谁呢 你家光寿夫就十个 而且全都是好吃懒做的 你家里有吃的可以偷吗 虎琴被我骂得满脸通红 虎琴你好大的胆子 你居然跑我家里抢吃的 还敢冤枉我的寿夫和崽子 我现在就是去告诉村长 让他把你们赶出去 寿人部落里也是有规矩的 像虎琴这种上门抢肉的事情 是最可恶的 比侯岳卖寿夫和寿宰还要可恨 侯岳你先别生气 我们只是开个玩笑 虎琴没说完就看到我朝他扑过来 我把虎琴推倒在地上 然后又坐在虎琴的肚子上 一巴掌接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呼得虎琴都猛 就连蟒相也没反应过来 开玩笑 我在过儿院的时候 打架就没有怕过谁 突如其来的一系列操作 把边上的蟒相看猛了 因为侯岳一直都是窝里横的 蟒相怎么都没想到 侯岳今天居然敢去打虎琴 侯岳你疯了吗 虎琴被脸都被打肿了才反应过来 可是我太猛了 他反应过来也打不过我 虎琴的两个耸丹寿夫 看到这个情况 他完全是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本来不期待我会帮他们的 没想到我居然会为了 他们和虎琴拼命 蟒相你为什么要拉着我 他们欺负你 你为什么不让我打了 我虽然不甘心 但是发现虎琴的兽型 对我打了出来 看到这么个庞然大物 我确实也是怂了 就停了下来 然后虎琴就带着两个耸丹寿夫 灰溜溜的跑了 那边的小狐狸还在兴奋 他的眼神也变了 开始变得亮晶晶的 没错 这就是我要的 脚下有根 眼里有光 我这是要洗白成功了吗 至少是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爸爸 今天母亲超级厉害 他把欺负我们的人都打跑了 狐狸怀里的小狐狸 今晚第十次冲他表扬我了 我没想到我打虎琴 能让小狐狸策反 我也是高兴的晚上 多喝了两口菜汤 吃完晚餐 小狐狸难得的 在我脚边跑了两圈 就连小猴子 也对我的态度好了不少 至于大仔和二仔 就更不用说了 那简直叫一个孝顺 肉烤好了先给我吃 汤先给我端 我还是第一次有这种待遇 高兴的嘴巴都合不上了 甚至都没发现 两个寿夫对我的态度 有点不对劲了 侯月 睡觉了 只要一到点熊平 就会提醒我应该干什么 有时候我甚至怀疑 他是不是NPC 不然他话怎么那么少呢 除了让他吃饭睡觉 什么话都不说的 我不经意间和三个寿夫眼神接触 发现三个寿夫的眼神 有点不对劲 我心想睡觉归睡觉 你们这个眼神看我干嘛 你们平时不是都不理我的吗 今天是吃错药了吗 一个个如狼似虎的眼神 说实话这两天 我没少为这是纠结 毕竟我纯新手完全没有经验 真的发生什么的话 我该怎么办 然而我还是心有余悸 我就往最老实的寿夫熊平那边挪 至少他不会害我 熊平 我轻轻呼唤了他 怎么了 熊平听到我叫他眼睛 突然就亮了起来 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怎么不理我 我怕你嫌我笨 怕你不要我了 熊平小麦色的脸上红了起来 语气听起来还有点委屈 不会 怎么会 我最喜欢你了 我突然觉得他可爱 透过去挨着他 蟒相刚好看到这一幕 脸就沉了下来 扭头就要出去 我们出去睡 免得打扰了你们 蟒相这话怎么听怎么酸 蟒相 你回来 我们只是聊几句 马上就睡觉了 我说完突然感觉屋子里暗了下来 回头发现是熊平的眼睛暗了下来 蟒相看了一眼熊平就爬进了屋 狐猎则在一旁哄着兽崽们睡觉 狐猎的眼睛好有魔力 我忍不住和他对视 半夜我被噩梦惊醒 发现有一只眼睛在盯着我 原来是狐猎 我转头发现狐猎还在看着我 我鬼使神差 像做贼似的爬到了狐猎的身边 干嘛 狐猎的声音低哑 但是很清晰 我觉得他的声音有点魔力 让我的心痒痒的 我冷 我缩成一团 冷 狐猎嘴角突然勾起 那双上挑的狐猎眼看起来别有一番感觉 狐猎的怀抱和熊平的不太一样 他没熊平那么壮 可是还是很温暖 他的胳膊也很有力 起来 起来 狐猎突然起身 推了推睡在他身边的大仔和二仔 喂 你干嘛 我恨不得起来揍狐猎 我确实想那么做的 但是我没有实施 完全是因为狐猎抱得太紧 我起不来了 狐猎 你好好的不睡 把杂子叫起来干嘛 我压低声音警告狐猎 我真是恨不得和他同归于尽 狐猎就非得让我丢脸吗 不睡 不叫他们起来 你想让他们都亲眼看看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吗 狐猎还挺理直气壮的 会发生什么事 你能不能不要胡说 嘘 别说话 让他出去 狐猎的手继续收紧 我觉得自己的脖子都要熟了 狐猎你要干嘛 我深觉到狐猎的不对劲 我是没吃过猪肉 但是不表示我没见过猪跑啊 现在这种感觉我懂了 救命啊 我不要啊 我们还没感情基础 这是不对的 不是 你误会了 我没想 我还没说完熊平也起来了 那你来找我干嘛 狐猎眼底的悲伤让我一愣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 我不是不愿意 是太快了 咱们话都没说两句呢 熊平 我看熊平面无表情的抱过两只熊崽子 然后腾出一只手抱着睡熟的小猴子 一言不发的就出去了 大仔把二仔咬醒就抱着睡的香甜的小狐狸出去 蟒相早就自己爬出去了 二仔走在最后面 他出去后还不忘把帘子拉好 不是 这群人的操作是不是太熟练了点 这简直比逃生演练还要熟练 没有一分钟他们已经完全撤退的干干净净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不爱看就跳过了 狐猎起来的时候我还是病奄奄的躺着 狐猎给我盖上一张兽皮就起身出去了 我累得手指头都不想动他 迷迷糊糊的看着狐猎的背影 真无情 都不说句话哄哄他 我这是找了个哑巴当兽夫吗 哎 要是蟒相是哑巴就好了 都怪他 狐猎一出去我脑海里的系统通知声音就响了起来 叮 你已经减少一个兽夫一半的仇恨值 献奖力一书一本并且开启草药识别系统 我系统的通知都听到 可是我实在是太累了 而且听起来也很鸡肋 我索性继续躺着装死的 直到听到大仔和二仔要去采集队 我才急忙爬了起来 啊 腿好酸 我没站起来就跌坐回去 真的全身都要散架了 狐猎真是枪出如龙啊 受人的体力是真的好啊 算了 不去了 好嘞 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趴着 我是不想半途而废的 采集队就去了一天就不去 那我昨天就等于白去了 可是我的腿实在是太酸了 根本不听我的使唤 所以我决定给今天自己先放个假 等养好了再去 反正来日方长 我翻了个身 看了看系统奖励的这本厚厚的一书 什么鬼 这个什么奖励 难道是要我做话筒吗 给我一筐地瓜都比这个好吧 主人你为何不看看书里的内容 我没完没了地骂他 系统小牛忍不住开口了 看看就看看呗 我敷衍地翻了几页 突然我的眼睛亮了起来 这几个草药混在一起居然能淡巴 那狐猎的脸不就有救了 还有这几个草药能强身健骨 这书里面甚至有正骨的教程 而且那蚌相的腰可是断了的 我会正骨有什么用 蚌相他的腰没断 他是腰的骨头一味 还能复原 系统小牛提醒道 真的吗 我顿时欣喜若狂 天哪 那蚌相这个大反派不就有救了 我现在就去给他正骨去 毕竟那狐猎的体力实在是太好了 一折腾就是大半夜的 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好啪啪呀 虽然还是好痛 我的腿也好酸 但是还好现在居然能走路了 起得那么早 蚌相从我身后爬到了我的面前 他看着我眼神都有点耐人寻味了 我还有事 说着就要出去 你还有事 蚌相一脸 你居然还没折腾够的表情看着我 我马上抢了他的话头大喊道 是干正经事 这件事全都怪你 我和狐猎还没说上两句话呢 就被他给吃干抹净了 而且现在身体还很疼呢 哼 侯月你以前不是很乐意分享的吗 蚌相的眼泪正好对着我腰上的手印 他的脸色又有点阴沉了 蚌相 你再这样我生气了 昨晚要不是你离开 什么都不会发生的 哼 不离开 是想让我们加入你们吗 蚌相的嘴一张开就是恨不得把我对死 蚌相你给我闭嘴 你不准再说了 我的脸皮在后也禁不住蚌相一句句的讽刺挖苦 水被好了 你自己去洗洗 蚌相看我真的要发火了就开始明金收兵了 反正他的目的也不是要完全和我撕破脸 其实再洗洗也好 虽然变成了兽人 但是还是要讲卫生 侯月你这表情是还不满意吗 蚌相越想越气 他越生气就越忍不住去挖苦我 是啊 怎么着 请问你是要来满足我吗 我火气上来直接狠狠给他怼了回去 我还没来得及得意就看见蚌相有了动作 你不要这样 我很没有骨气的红着眼眶求饶 蚌相我错了 你别过来 蚌相 现在是大白天 我试图劝蚌相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什么时候在乎天黑还是天亮了 不是 蚌相你冷静一点 崽子还在外面呢 让他们看到了不好 没事 崽子们很懂事 他们不会进来的 完了 我真的死定了 三个小时候 我像一条死鱼似的趴在甘草上 腰断了呢 不过我觉得我的腰好像真的要断了 这时系统小牛开口了 蚌相的腰没断 他是腰受伤了 主要是他的膝盖也有伤 所以他才站不起来 那小说为什么说他腰断了 我越想越气 这是欺骗 系统小牛说 因为他是配角 所以几笔带过很正常 我要知道蚌相还有能耐折腾我 说什么也不敢和他呛声啊 兽人的体力是真的好啊 狐猎已经够厉害的了 没想到蚌相居然更厉害 不愧是有两把枪的兽人 我现在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醒了 蚌相看着我的眼神还是冷冷的 我越想越气 瞪着他眼泪直接掉了下来 关你什么事 蚌相你这个混蛋 王八蛋 我生气的瞪着他 你把汤喝了 蚌相沉默了一下 干脆把话题转开 不喝 死都不喝 我气得厉害 裹着兽皮背对着蚌相躺下 我眼泪一颗接一颗的掉了下来 我现在知道狐猎对我有多温柔了 起码不像蚌相 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害怕 不能 现在就喝了 蚌相的态度很坚决 嘿嘿 好苦 蚌相你是下毒了吗 我的脸上挂着好几个眼泪 有的是被他吓出了的 有的是咳出来的 看起来特别可怜 你明明知道我的东西有寒性 你还敢招惹我 蚌相眼神中带着复杂的情绪 所以这是解药吗 我看了看蚌相又看看那碗绿色的汤 脑海里又浮现一个问题 那小说里有这一段吗 全都喝了 蚌相没说别的 再次表情硬邦邦的把碗往我嘴边对 我只能硬着头皮全部喝掉 这汤是真的苦啊 你继续睡吧 蚌相看那汤我喝光了 那他也完成任务了 蚌相直接端着碗爬了出去 恭喜主人24小时内降低两个寿夫的仇恨值 在此奖励您两颗必受果和三个心想事成 好吧 先收下 我再睡一会儿 我现在好累 身上每块骨头都好疼 第二天醒来后 发现寿仔们已经给我准备好了水果 他们真的太乖了 知道我睡觉都不来打扰我 还给我准备好东西醒来的时候吃 我心里一阵暖意 我就把他们叫回来 给他们吃奶粉 他们当然不知道什么奶粉 我就告诉他们是我挤出来的 蚌相还是不放心 让我先喝一口 我毫不犹豫喝了一口 然后看着蚌相的眼神 他愣住了没有说话 我就假装要把奶全部喝完 他立马阻止了我 把奶端过去给寿仔们吃了 小样 跟我玩 寿仔们吃得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开心到眼睛都湿了 主人您的三个心想事成已经用完了 我脑海中突然又响起小牛的声音 我先是正了一下 然后才想起来 我昨天被蚌相欺负了半天 然后系统说奖励我三个心想事成 可是我现在不是才用了一个吗 剩下的我是什么时候用光的 你昨天路过那一片棉花田的时候 说要把棉花种到空间里 这是第一个心想事成 你昨晚做梦说 想要一筐番薯是第二个 你刚刚说要把院子变大事第三个 啊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又心疼又难过 我要是早知道许愿真的能成真 我应该许个大一点的愿望的 那我现在再去找蚌相那个 还能再给我三个心想事成吗 我虽然还是很怕蚌相 但是要是奖励真的那么丰厚 也不是不行的 毕竟蚌相本钱很厚 长得也好看 有奖励也不是不可以再牺牲一下的 不知道 你可以试试 哼 你还想骗我 我翻了个白眼 想想还是不要了 因为蚌相那人太恐怖了 我真的受不了他 而且我也能猜到 这样奖励不可能每次都会有的 主人 蚌相是最难感化的寿服 所以你多感化一下他 说不定就能有丰厚的奖励了 则 行了 我知道了 我敷衍的答应就准备离开了 虽然这男人对我态度很差 但是真的是个好男人啊 腿不能走了还那么讲卫生 家里整理的井井有条的 崽子带的也不错 主要是长得真的好看啊 蚌相 你要不要冬眠啊 我吃完后也没出去 反正蚌相不让到处跑 就跟在蚌相屁股后面跑 怎么 你是嫌我在屋里睡 碍了你眼了吗 蚌相觉得我是有什么坏水 我是在关心你啊 我是怕你冬眠的话食物不够吃 你腿脚又不方便 谁知道我没说完 蚌相马上朝我看了过来 原来你是担心我吃你的粮食 主人 任务是让你感化他 不是激怒他 小牛都忍不住替我捏一把汗了 侯月 你跟我在一起八年 这八年我要不要冬眠 难道你都不知道吗 蚌相看起来被我惹毛了 我猛地站起来 我 我吃得有点饱 我先出去走走 感化失败 激怒成功 还是照着医书才草药去吧 明天我先去一趟斗兽场好了 看看虎林和陆心回来了没有 要是回来了 我得先去把那两个兽夫先熟出来 说不定系统还能把剩下的奖励也给我 那牛肉干都吃光了 几只崽子都特别喜欢吃那牛肉干 那罐奶粉也剩的不多了 我的熊崽子还小 能多喝点奶也是不错的 我一边走一边摸着自己装的圆滚滚的兽皮带 医书上的这个草药 希望真的能治好蚌相的腿 可以治好蚌相那就太棒了 那蚌相可是王者级别的人娃 他出手肯定能多抓点猎物 那我们冬天不就有更多的东西吃了 而且我空间里面的温度适宜 种的东西也长得快 这个冬天他们还有棉花用呢 我越想越高兴 感觉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 在这个神秘的世界 侯月凭着自己的心机和狠辣 在兽夫们之间制造了无数的矛盾和纷争 记得小说里写的 侯月给蚌相生了两个蛇蛋后 还想把两个蛋给吃了 被蚌相赶出了蛇洞 最后是蚌相自己孵了三年的蛋 才孵化了两个蛇仔 却发现侯月已经怀上了一个小猴子 最后蚌相还被侯月卖去斗兽场与野兽搏斗 害得蚌相残疾遭侯月嫌弃 而现在 我成了他 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兽夫们 我必须化解他留下的仇恨 洗白自己才能活下来 其中最难化解的是蚌相 所以我想根据系统给的医书上的方法 先给他把腰腿治好 可蚌相不相信我有那么好心 我就跟他谈条件 说如果你让我帮你治病的话 我可以帮你生蛇仔 我都已经牺牲那么多了 他还是以为我有别的目的 他认为我就是为了在他撕蛋的这三年 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外面完没人管 看到小说上写的如果要怀蛇仔 需要和蚌相一起办事六个小时以上 而且蚌相还是个双腔男人 我要不是怕我最后像侯月一样惨 我才不敢用这种条件和他交换呢 另外系统提醒我 如果这次发热期 我再给别人下载的话 那蚌相绝对是第一个黑话的 所以我就软磨硬泡 最后蚌相还是答应了 然后蚌相就把几个兽仔绑在树上后 回来找我 这里简单动作重复六个小时 无聊内容大家不爱看直接跳过 我真是万幸 刚刚没有死在蚌相手上 我问蚌相你怎么知道我能怀上蛇仔 没有那么容易 从现在开始每天按时办事 等你怀上了就可以了 什么 每天 那还不如杀了我吧 这样我会死的 没有连续到你怀上蛇仔 已经对你很温柔了 我吓得大气不敢喘一口 我还是帮他看腰吧 蚌相却冷冷地说 凭什么给你看 侯月你又在动什么心思 我马上去解他的兽皮说 当然视频你是我的兽夫了 别急呀 我是做梦梦到兽神 他说你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只要把你医好咱们家 才能蒸蒸日上 兽神还说了 咱们家吃不上饭就是我害的 但是他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把你的腰置好 侯月你该不会想骗我说 兽神让你把蚌精和尸琪 也收回家吧 我收他们干嘛 侯月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我正想着跟他聊天之际 帮他拔掉他伤口上长着的逆鳞 没想到蚌相突然变成了蛇形 我吓得直哆嗦 侯月你放手 蚌相怒道 不放 我是在救你 我不需要你救 你不害我就不错了 蚌相狠狠一甩尾巴 我没做稳直接摔在干草堆上 蚌相你先别动 你这里的鳞片都扎进肉里了 我给你拔出来再给你擦药好不好 我耐心哄着蚌相 我看着他变成大蛇后腰上的伤 看起来更严重 他这里肯定很痛 因为鳞片是反着长的原因 腰上一大片肉都烂了 他怎么做到这样硬扛着的 不要 蚌相眼睛都是怨恨 他能不知道自己的伤吗 每动一次他就会痛死 是他愿意这样活着吗 他像虫一样每天在地上爬着 他每动一下都痛彻心扉 他活得已经够窝囊了 侯月现在居然还想要他死 蚌相这次我不能听你的 我也是气急了 我不能事事都听蚌相的 蚌相这伤我今天一定要治 蚌相你忍忍 我是真的要救你的 我直接瞧准了那几片鳞片伸手 抓住一片往外用力一把 啊 侯月 你真的就非得要我死吗 蚌相的蛇童腥红一片 这里的兽人受伤不容易死 但是要是大面积皮肤破损 很容易就会感染腐烂 蚌相在野外就经常看到 流浪兽人受伤流血的地方 因为大面积皮肤破损 伤口溃烂死亡的 我不想你死才给你拔的 这样拖下去伤口是愈合不了的 侯月 我不相信你 他的伤他能不知道吗 他一直用爬着的 他不敢站起来走路 除了腿伤之外就是腰上的鳞片 他只要一站起来就疼痛男人 不然他也不会一直是用爬的 蚌相 咱们夫妻一场 你好歹相信我一次行不行 我的手也在发抖 一共有五片鳞片长反了 可是目前为止我才拔了一片 侯月 你不值得信任 你怎么那么倔 难道不想好了吗 侯月还在想再拔 蚌相却对他张着血盆大口 仿佛下一秒就要把他吃了 侯月 我看你就是想害死我 好让蚌金进门 你给住嘴 我恨不得揍醒他 他一直在流血 我想去给他止血 可是蚌相怎么都不让我近身了 我不喜欢蚌金 我让他进来干嘛 我明明就是要救他的 可是蚌相怎么就是不相信我呢 你也知道我是你的寿夫 这几年来我从没有对不起你 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蚌相的舌头里浮起浓浓的怨恨 不好 蚌相黑化了 侯月脑海里突然响起 系统小牛提醒的声音 我突然一个机灵 我一瞬间是想把腿就跑的 可是我又有点不甘心 好 既然你黑化了 那我就破罐子破摔好了 反正我跑到哪里都会被蚌相抓回来 我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把他这些鳞片都拔了 那他现在受了那么重伤 至少得把伤养好了 才能找我报仇吧 虽然有点趁人之危的嫌疑 但是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呀 系统小牛来不及劝阻我 我又朝蚌相扑了过去 蚌相越不让我拔 我就非要拔 不拔这鳞片伤口是好不了的 长痛不如短痛 我趁蚌相还在积攒愤怒之 我眼疾手快地抱着蛇身一口气 把剩下几片鳞片都拔了 啊 蚌相再次惨叫起来 他叔弟回头瞪着他那巨大的蛇童 勾勾地盯着我 蚌相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吃了我 你没法和大宰二宰交代 我艰难地咽了口口水 毕竟我现在能和蚌相打得只有感情牌了 我还以为我把蚌相会痛得直打滚 就可以趁机逃跑 没想到蚌相那么痛 脑子还那么清醒 直接挡住我逃跑的路 你做事之前最好先想想咱们的崽子 他们可才八岁 我进退两难 我是准备医治蚌相的 但是好像不小心把他惹黑化了 他们会理解我的 蚌相两只蛇童都冲血了 他现在只想把我撕碎 一口吞掉都便宜侯月了 不会 他们需要母亲 他们也喜欢我 而且我已经学好了 但是你却吃了我 他们会觉得你是坏爸爸 我继续和他讨价还价 蚌相黑化了又怎么样 只要他还是大宰二宰的兽父 他就会在乎自己宰子的感受 他肯定不会轻易弄死他的 而且 说不定我肚子又有了蛇蛋呢 我说着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又看着蚌相 蚌相 你也知道 吃自己的宰是会被受神惩罚的 你不是不要了吗 蚌相眼睛里只有愤怒 大声地斥责侯月道 侯月 你就不配当母亲 你管我配不配 反正你的宰是我生的 我不想和他讲道理 蚌相一直在流血 我就怕这个大反派挂了 要是蚌相现在挂了系统 一定判定是我杀的 那我也活不下去了 可是我还不想死啊 蚌相 你吃了我 那你也活不了 我说要又怕蚌相 是要和我玉石剧粉 我连忙搬出大宰和二宰 蚌相 你有没有想过 要是你和我都没了 那你的宰子要怎么办 你想过吗 蚌相 你别想拿我的宰子威胁我 蚌相当然知道 没有受复庇护的宰子会怎么样 可是他还是不能原谅蚌月 这个雌性竟然要他死 蚌月 我要是死了 你也不会对我的宰子好 够了 谁要你死了 我气死了 这个男人在流血真的要死了 蚌月美好气地骂道 死什么死 我哪舍得你死 我这话是真心话 哪怕这蚌相天天不给我好脸色 甚至张嘴闭嘴就是挖苦我 但是他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兽宰也养得好好的 我哪里舍得蚌相死 你让我给你擦药 你不会死的 我不仅不让你死 还要把你的腿移好 我知道蚌相信不过我 我干脆拿起一边的石斧看着蚌相 后者看他的眼神只有防备 放心我不是要看你 我哆嗦了半天才咬了咬牙 直接拿着那石斧在自己手臂上割了一下 手臂顿时血流如注 蚌相盯着我的舌头闪烁了一下 我看到他的眼神挣扎了一瞬 不过他还是没理我 你给我等着 我又跑回屋里拿出我放着草药的瘦皮带 再当着蚌相的面翻出那些可以止血的草药 蚌相你看好了 这个可以止血 我不是要害你 我是在救你 我说着就两种草药扔进嘴里嚼烂 然后又吐在自己流血的伤口上 我疼得嘴唇发白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想割肉的 先不说伤口会不会感染 就说割一下疼得他差点哭出来了 可是我不这样做 今天蚌相一定不会同意我给他擦药 可是不擦药我又怕蚌相会死 诺 你看看 不流血了 我自己朝蚌相走了过去 把自己的胳膊凑到他面前 看到血真的止住了侯月也是松了一口气 你想干嘛 蚌相当然在看 就说看不懂侯月的操作罢了 他为了自己信任他居然割自己的肉 这还真的是侯月吗 他不是又蠢又坏吗 今天他那么聪明到底是谁教的 想给你擦药啊 不让你看看这东西真的有用 你会相信我吗 我一边说一边把草药倒进碗里用石头砸烂 你要在这里擦药还是在屋里擦 自己选 最好快点 不然你要是死了 我没法和你的宰交代 我已经放弃和蚌相讲道理了 不然很有可能就是还没聊完 蚌相就已经死掉了 蚌相看着我一眼又看着那碗草药 转身就往屋里爬去 我松了一口气 蚌相这算是勉强相信他了吧 不管怎么样 我算是能看到蚌相的后背了 你别动 则 这伤口有点麻烦 我眉头几乎皱在一起 就先别说那明显错位的骨头 光看他刚刚拔掉鳞片的地方 我就觉得疼 蚌相 你先化成人形吧 我给你擦药 我拿着那个装着草药泥的食碗说道 我知道蚌相不相信我 于是我又说道 你真的不怕血都流干嘛 蚌相这才变成人形 他还在看着我 冷笑一声 血止住又如何 伤口如果不能好 越烂越大快 我还是会死 你既然知道伤口感染了就会腐烂 那你为什么不试试我的方法呢 万一成功了呢 试试 你 怎么 难道不行 我可是受神派来拯救你的 我眉头一皱再皱 蚌相的背上有无数的伤口 我天天被他看不顺眼实在是太正常了 因为他还在他背上看到了无数的鞭痕 这肯定是在斗兽场里被打的 被打成这样该有多疼了 蚌相突然觉得背上有点凉 回头就看到我脸上挂的泪水 侯月 你在哭什么 我被他掐住下巴 我狼狈的一开眼睛 我现在知道自己怎么说蚌相都不会相信了 你在可怜我吗 不是 我想和他道歉 但是蚌相肯定不会接受我的道歉的 而且道歉也没有用 你就给我生蛇崽子 蚌相说着在自己手指上滑了一道口子 我正在给他上药 听到蚌相又要让我生崽子忍不住翻了白眼 又看到蚌相划破手指 我一瞬间就要骂他 谁知道蚌相率先回头看着我 那滴着血的手指也凑到了我的面前 直接喂到我嘴里 我正了一下 蚌相这个操作让我有点摸不到头脑 侯月 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蚌相的手缓缓地停在我那纤细的脖子上 吓得我顿时哇哇大叫起来 然后我就没有意识了 等再次醒来 我才从蚌相嘴里知道我是被他下毒了 然后端着一碗药给我喝 还是一样的苦 蚌相盯着我冷不防地问道 侯月 你到底是谁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蚌相那眼神吓得我差点跪下来 但是我想想又不怕蚌相了 盯着他说道 蚌相 你到底是谁 我料定自己还没有穿包 只不过蚌相这人生性比较多疑 我估计他看谁都觉得可疑 反正我不承认 蚌相又能拿我怎么办 蚌相一正 我忽然大笑起来 走过来拍拍蚌相的肩膀 蚌相 你都叫我侯月了 那我还能是谁 蚌相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不是侯月 蚌相盯着我的脸 这个可还是侯月的 可是侯月不是这个性格 那蚌相也还不是你这个样子的 我摸着蚌相的脸说道 你和蚌相长得也一样 但是蚌相是不会这样看着我的 他那个的时候也不会咬我 蚌相虽然冰冷 但是很温柔 蚌相 蚌相的脸色一变 我估计他还想吵架 我再次抢了他的话头 大声说道 我就是想去找回那个 温柔的蚌相不行吗 我这话让蚌相越发的愤怒 侯月 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我想跟你重温就弄不行吗 我打你的主意行不行 我把脸凑到他面前 我明显看到他舌筒里的困惑 我见好就收 后退一步拍了拍他肩膀 你回去休息吧 不然伤口要是被你自己扯破了 你可不要赖在我身上 我回屋里拿了兽皮带 又准备出门 你又要去拿 我去找吃地 随便挖点野草 你的伤明天必须换药 我回头看着他 你放心 我会回来 我也不会让你死 毕竟咱们现在是一条命的了 主人你干嘛非得和他吵 系统小牛一直想拦住我 偏偏找不到机会 不然呢 那蚌相和我都成了一对怨偶了 你不知道我越哄他 他就越怀疑我吗 那我还不如和他吵个痛快 你现在怎么办 你不会想跑吧 跑个鬼 我现在跑不是不打自招吗 我偏不跑 反正我现在不怕蚌相了 他摆明了还舍不得杀我 我说着突然得意的哼了两声 系统小牛异常无语 都被下毒了还那么自信 我觉得蚌相还喜欢侯岳 他就是嘴硬 你看我不拿下他 系统小牛一言不发 侯岳的自信让他无言以对 都说没有根坏的田 只有累死的牛 可是三头牛换着根 这田也是受不了的呀 算了我还是躲远点 穿越都几天了 陆心和虎林还在斗兽场没熟回来呢 不管怎么样明天一定要再去了 今天先去找点草药和吃的 于是我上山后将医书里面说到的草药 一股脑全部丢到空间里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反正放在空间里也不会坏 顺便去看了下我不知的陷阱 却发现没有猎物上钩 我失落地坐在草丛里 正好看到蟒金扛着野猪走了过来 果然是实力问题 人家蟒金每次都是满载而归 蟒金看到我失落的样子就停下了脚步 关心地问 你怎么了 这里经常有流浪兽人出没 一个人很危险的 我说边起身边说我没事 只是在这里休息一下 蟒金伸出手要拉我一把 我礼貌地拒绝了 因为原主侯月和蟒金 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我一天被蟒香挖苦十几次 我能做的就是和他保持距离 不然蟒香知道了 不给我吃药了怎么办 我现在还在中毒呢 我就想去河里捉点鱼 总不能空手回去吧 没想到蟒金也跟了过来 看见我正在购河中央的脸棚 就搬了两个大石头 过来垫在河里 这下踩着石头就可以直接踩到了 蟒金果然聪明 力气也大 总算是没有空手而归 蟒香看到我拿着脸棚回家 身上却没有一点潮湿和污泥 就以为我又在外面招人 哪个雄性帮忙采摘了 气呼呼地冲我吼 家里都有五个寿夫了 你到底还想要几个 听到这话我正在积攒怒火 突然一个雌性从外面冲过来 指着蟒香的鼻子骂 蟒香 你这残废居然敢这样凶我的女儿 蟒香盯着这个雌性没说话 让他骂了居然也没有缓口 按剧情推理和刚刚的场景 我断定他应该就是侯岳的母亲了 原主侯岳之所以会有那个下场 除了他自己太坏之外 还有侯林的怂恿 侯岳丧心病狂去卖寿夫 就是他怂恿的 后来侯岳被黑化的寿夫抓到的时候 侯林却直接投奔失其 并和侯岳断绝母女关系 我本来对他就没有好印象 今天他这样子对蟒香 我对侯林更加没有好感了 你这个残废 我让你嚣张 侯林用力地踢了蟒香一脚 蟒香被他踢倒在地上 我还来不及阻止 侯林又是一脚踢在那屎盆上 按理说那是石头做的是踢不动的 偏偏侯林脚立惊人一脚就把盆踢翻了 那些绿色的枝叶溅在蟒香的腰背上 我脸色大变 一把将侯林推开朝蟒香跑了过去 蟒香本来就受伤了 那枝叶又和硫酸似的 泼在伤口上肯定痛死了 侯林是想杀人吗 蟒香你先等一下 我去拿水给你冲一冲 我来不及理会 侯林就跑去端水 没想到侯林起身后 接着一脚踢在蟒香的腰上 蟒香再怎么铁骨铮铮 也忍不住惨叫一声 侯林一边嫌弃的在地上蹭着脚一边说 这是什么 你这个废物该不会是得了什么传染病吧 侯林 你管这废物干嘛 侯林被我忽略了半天异常愤怒 他又上前一步去踹蟒香 这次我及时发现了 可是我扶着蟒香来不及避开那脚 慌乱间我直接趴在蟒香的身上 侯林那一脚差点把我给踹吐血了 侯林一惊侯月 你护着这个废物干嘛 他没想到我居然这样护着蟒香 他敢忙上前去看我 够了 你给我闭嘴 谁让你一直骂我的寿夫的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我刚刚一直忙着给蟒香清洗伤口 没有找他算账 现在我绝对饶不了他 侯月 我是你母亲 你怎么可以为了这个废物来骂我 我说了 我的寿夫不是废物 你赶紧回去吧 我还有事就不送你了 侯月 我是为了你好 我早就说了这个残废 侯林看着我皱了皱眉 侯月今天是怎么了 他怎么突然那么在乎蟒香了 够了 你再叫他残废试试 我直接打断侯林的话 没让他再继续骂下去 可是他就是一个残废 浪费粮食的 够了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寿夫 他有名字 他叫蟒香 侯月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这个残 蟒香被你下毒了 不然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侯林还想骂蟒香的 看到我的表情他没有继续骂下去 可是他的眼睛 还是在瞪着蟒香 我变成什么样了 你说的是什么话 如果你还这样的话 别怪我跟你断绝母女关系 我缓了口气 冷冷地看着侯林说 我知道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这次来又是来怂恿我 做什么坏事的吧 我现在就跟你表态 我不会卖寿夫寿宰 也不会再做那些恶事 以后你不要为了那些迫事 来烦我了 我不欢迎 侯月 你怎么能这样和母亲说话 我可是为了你好 侯林美眸含着泪 仿佛自己遭受了 多严重的背叛似的 侯月 你这样太让母亲伤心了 我看着侯林开始捶泪 我也有点无奈 也就说不出什么重话 只能退了一步说道 你就先回去吧 天快黑了 到时候你回去不安全 我没有再理会侯林 我跑过去扶起蟒香进屋 没想到蟒香之伤口 越来越严重了 加上刚刚被这滚烫的 绿色枝叶烫到 现在必须把坏死的肉 去除才行 撕下瘦皮的时候 剥皮一样的痛 让蟒香全身冒汗 接下来如果活活割肉的话 不知道蟒香会做出什么事情 小牛你有没有麻药啊 我的手控制不住的颤抖起来 这样一天割蟒香两次腰子 保不准我真的会死在蟒香手里 没有 小牛为我捏了一把汗 反正蟒香现在没有反抗能力 干脆绑起来直接开割 侯月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蟒香绝望的嘶吼着 他想挣扎躲开的 可是侯月把他的四肢都绑了起来 他现在就像砧板上的羔羊 我没想到自己也会有那么大胆的时候 在割那些坏肉的时候 手居然都不抖一下 蟒香恨及自己心软 没有一口吃掉侯月 蟒香怎么都想不到侯月 为什么会那么恶毒 居然还要活生生的割他的肉 整个过程蟒香一直在绝望的哀号 晕过去好几次 求我给他痛快 我一直在安慰他很快就好了 那肉都烂了 不割掉会长虫子的 手术还算顺利 没想到我还有外科医生的前置 今天采的要派上用场了 敷好了药 又熬了点消炎的药 正想着怎么才能让蟒香喝 蟒香就直接把药一眼而尽 一方面是因为他知道这要没毒 他从小尝尽百草 什么有毒什么没毒 他一闻就知道 再加上这段时间 他感受到侯月的变化 感觉侯月应该不会让他死 如果想让他死 刚刚不管他就可以了 何必这么费劲呢 不过这着时让我很意外 这时熊平和狐猎 扛着半头野牛兴高采烈的回家 我每滋滋的想着晚餐升级 都没注意到刚刚离开的侯林 跟在熊平的身后回来了 侯月 你怎么在干活 他们怎么让你干活呢 侯林看到我在天柴火就大声叫喊 我回头看着侯林问道 你怎么又回来了 他刚刚就把蟒香害成那样 还好意思回来 我在路上遇到狐猎和熊平 他们邀请我回家一起吃烤肉 我这是给他们见面才过来的 侯林平时也瞧不上蟒香他们 但是看到这头野牛 他怎么能不心动呢 这牛肉可不是天天都能吃到的 所以他又跟着熊平回来了 果然 这脸皮 大理事来了都给叫他一声解 那你吃完了怎么办 我就在这里将就一碗呗 蟒香呢 他当自己是谁了 居然让你干活 我听着他尖利的声音就忍不住中美 我干什么活呢 我就帮忙天的柴火 你还是一边休息吧 脸不要被烟熏黑了 我又不想和他吵起来 只能把话题转开 兽崽们玩到饭点才回来 侯林又看不下去了 哼 玩到这时候才回家 真是没家叫 侯林看着蟒香的后脑勺又说了一句 真是大的不好小的也不行 我在屋里刚好就听到 我直接把脸拉得老长 真的是没完了 够了 我这次直接翻脸了 大声怒斥侯林道 母亲 他们可是你的孙子 说他们没家叫你的脸不疼吗 你要是还想在这里待着 那你就别再说他们的坏话 你要是再不尊重我的寿夫寿宰 我也就没有必要留你了 吃完烤肉就回家吧 侯林 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 侯林怎么也没想到侯林刚刚护着蟒香 现在又护着蛇崽子 侯林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他们给你下了毒了 又是这句 我翻了个白眼没理会侯林了 做回火堆钱和熊平一块烤肉了 熊平 你的手拿着吃的就不要去碰你的臭头 把肉弄脏了 小心我收拾你 侯林在后面又好了起来 听得我火大 这侯林真是屁事不干 废话一堆 母亲你要是没事干 你就帮我把地上的干草收拾一下 不要一直说我的寿夫的坏话 我是会生气的 侯林像没听见一样 侯林到了晚上睡觉也不消停 我说熊平 你怎么那么丑还不守本分呢 你天天霸着侯月 我说你羞不羞 母亲要是睡不着就去屋外消消失 你一直唠叨 都吵到我的熊崽子了 还是狐猎懂事 又聪明不像熊平那样纯笨 只是可惜你这张脸 哎 蟒象这废物 怎么还打呼噜啊 我好冷啊 小孩子肚子里有三把火不会冷 把被子给我盖吧 哎 你这孩子怎么不知好歹呢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你看那蟒筋就不错 又好看又有本事 啊 起身把侯林推出房间把门锁上 实在受不了这唐僧念经 这时系统小牛上线 蟒象的黑化值明显降低 奖励食物甄别系统一个 听到奖励我淡淡地哼了一声 算是勉为其难地收下 翻个身继续睡觉 可第二天起床 发现昨天的半头野牛肉全部不见了 这是全部被侯林拿走了 啊 这天杀的侯林 一点都不给我们一家子留 我心疼的兽符兽宰宰 特别递我的兽宰们 真的太可怜了 我努力收起沮丧的心情 今天还要去熟兽夫呢 我收拾严精放进兽皮带 正要出发 侯月 你真的要去熟人吗 狐猎脸色微微僵了一下 也不是他不愿意让虎林和陆心回来 只是我转变得那么快 他有点不适应 是啊 我要去把虎林和陆心数回来 我和蟒相说好了 这几天我去了两次 可是他们每次都说人还没有回来 狐猎你去砍柴吧 我现在要去斗兽场 嗯 狐猎点点头 虽然他没有进过斗兽场 但是那个地方不是那么容易放人的 狐猎 忘了问你的意见 你愿不愿意让他们回来 狐猎一正 他没想到我会问他的意见 他不假思索地点头 我当然愿意 认识那么多年 我也不想他们在那里受苦 狐猎想过去救他们 可是他没有那个权利 难得猴岳想通愿意让他们回家 而且小猴子也需要爸爸 你愿意就好 我松了一口气 我还怕狐猎不愿意 等把人接回来的闹不愉快呢 狐猎又沉思了一下说道 可是他们愿意放人吗 为什么不愿意 我都多拿了一点眼睛了 我没多想 那斗兽场对我的态度还行 没说不能熟人 只是说他们还没回来 那我陪你去吧 狐猎看得我手里两个兽皮带 就知道我这次是动真格了 不用了 你不是要去砍柴吗 我摆摆手 就一个斗兽场 我都不知道有多熟悉了 根本都不需要有人跟着 我闭上眼睛也能找到地方了 你一个人去那地方不安全 狐猎还是跟了过来 我这几天都是一个人去的 我看你和我去那里 应该是你不安全吧 我让狐猎的话都笑了 原主侯岳可是斗兽场的大客户 他卖过寿夫卖过崽子的 他去那里能出什么事情 我不怕 那里是不会收我的 为什么不会 那里又不是你家开的 我说完又转头看着狐猎 狐猎那斗兽场 不会真的是你家开的吧 狐猎不说 我都没有想起这件事 原主侯岳有五个寿夫 就狐猎和熊平没被卖过 那是因为熊平是新欢 又是村长的儿子 才能幸免于难 那狐猎呢 他毁容被送回来后 侯岳不是很讨厌他吗 那侯岳怎么不卖了他 原主侯岳绝对不可能 是舍不得卖狐猎的 毕竟他连财化行 没两年的蛇崽子 都要卖去斗兽场 不是 是 狐猎让我的反应下了一跳 他有点心虚的说道 我没有份 不是我家开的 狐猎 你是不是瞒着我什么 我感觉狐猎有事瞒着我 侯岳 我坦白 那斗兽场是朱莉开的 所以那斗兽场才不收我的 什么 我脸色瞬间变得格外难看 难怪那边对我是那样的态度 亏我还以为斗兽场的人没那么坏 原来全都是因为朱莉 朱莉是狐猎的姐夫 也是原主侯岳的地下情人 那虎林和陆星肯定是出事了 不然我不会去那么多次连人都没见到 侯岳你听我说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这件事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狐猎想去抓我的肩膀 却被我一把推开 他们在骗我 你也骗我 我转身加快脚步 往斗兽场的方向跑去 朱莉 朱莉 朱莉才坐下门就被敲响了 他皱了皱眉头看了过去 干嘛 朱莉 那侯岳又来了 牛丁是帮朱莉管理斗兽场的人 朱莉在按他在宁 有朱莉在背后操作斗兽场 才能在这里站稳脚跟 而且朱莉精灵又有手段 他们都听朱莉的 侯岳来了 比起牛丁的头疼 朱莉倒是一脸开心 因为他有好几天没看见侯岳了 是啊 他又来要人了 牛丁愁得厉害 这些部落里雌性本来就地位高 那侯岳名声又是想当当的 更何况朱莉还严厉禁止他们动侯岳 可是侯岳又特别难缠 最近他还隔三差五就来要人 朱莉 要不然咱们先在这边 找两个年轻的雄性 让侯岳带回去 不然他天天来要人也不是办法 牛丁是不知道朱莉和侯岳的关系 才敢提这个主意 毕竟他最近要让侯岳烦死了 你说什么 牛丁没说完就被朱莉扇了一巴掌 朱莉生气地说道 你是活够了吗 谁准你给他找雄性的 朱莉气得想直接揍死牛丁 他这边想方设法 要除掉侯岳身边的所有雄性 牛丁倒好 居然还想给侯岳送两个年轻的过去 可是他天天来这里要人怎么办 牛丁委屈地揉了揉自己的后脑勺 有点莫名其妙地看着朱莉 这朱莉怎么一提到侯岳就那么激动呢 那虎林和陆欣还没找到吗 朱莉心情很不好 侯岳最近只顾着家里的寿夫完全不理他了 没有 那虎林太能跑了 那陆欣呢 那陆欣可是陆啊 他跑起来比虎林还快 够了 你们这些废物 两个人都看不好 虎林跑了就算了 就连陆欣也能跑了 朱莉一拳把面前的碗锤烂 当初那蟒相都没让他跑了 现在居然让虎林和陆欣跑了 不过还好他们没有回去找侯岳 当初我就说把他们像蟒相那样绑起来 你就不听 都跑了一个月了还没抓到人 朱莉现在真是越看越觉得牛丁不中用了 我怎么知道那个虎林那么厉害 一不晓就打伤了几个看守的跑了 牛丁和朱莉还在说话就跑进来一个人 他看着朱莉兴奋地喊道 抓到了抓到了 都抓到了 朱莉脸色沉沉的 哪怕抓到人他也没有多开心 因为他并不想放他们回去和侯岳团聚 没有 那个虎林都被打吐血了 可是他宁愿跳到山崖下也不愿意回来 那陆欣呢 朱莉眉头一挑心情好了不少 他还想跑 我们把他的腿打折了才把他抓回来的 朱莉 怎么办 外面的人都要拦不住侯岳了 而且狐猎也来了 另一边又跑过一个雄性 急得满头大汗的 朱莉本来阴沉的脸色 倒是在听到陆欣腿舌之后好了许多 那就把陆欣给侯岳送回去吧 侯岳他还不懂吗 喜心厌旧的人 虽然他喜欢好看的 但是陆欣的腿也断了 送回去看侯岳还能不能留他了 想到这个朱莉脸上有藏不住的得意 到时候他还能以关心陆欣的名义 天天去侯岳家里呢 现在就送出去吧 就说虎林跑了 陆欣挖铁矿的时候动他了 他的腿是石头砸断了的 现在就给他送回去了 牛丁一愣 难道咱们不给他治好了再送回去吗 治好 你能治得好吗 朱莉都让牛丁气笑了 他又说道 你顺便告诉侯岳 不要了就留着让咱们养着 要不要他自己选 那侯岳要是不要露心了 那咱们真的自己养露心啊 牛丁眉头又皱了起来 一脸不情愿的说道 那小白脸太好看 要是我家慈性瞧上他了怎么办 我让你养你真的好好养啊 朱莉真的恨不得揍死牛丁 你真的不能自己用脑子想想吗 让你养着 死了活了还不是你说了算啊 那侯岳再来怎么办 先送出去 侯岳不要了再说 要不是他不能出面 他都想自己去了 不要和我说他们还没回来 当我是傻子吗 那你们说说 你们让我的兽夫去干嘛了 我就知道 他们又要以虎林和露心 没回来的借口来打发我 可是我决定了 今天我没见到人 我绝对不会离开的 侯岳 那个牛丁被朱莉推出来和我交涉 一看到我他就有点害怕 侯岳除了漂亮一点 个性是绝对的鬼见仇 要卖兽夫的是他 现在要把人要回去的也是他 那个什么那个 赶紧把我的兽夫交出来 我还以为这牛丁 又要说人没回来的时候 他们居然示意手下把人抬出来 什么抬出来 我脸色变得 煞白眼皮又不停地跳了起来 你们不是说人好好的吗 到底怎么回事 狐猎直接捏住牛丁的脖子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不是说人好好的 你不是说 不会让他们上台的吗 狐猎是上个月才知道 斗兽厂朱莉也有份 当时他就找朱莉 要把虎林和露心接出来 可是朱莉说 斗兽厂不是他的 他不退出斗兽厂 就是为了保护 被迈进斗兽厂的人 难道是他被骗了 他不是在斗兽厂被打伤的 他们是去挖铁矿 然后煽动他了被砸伤的 牛丁马上按照朱莉教他的话说 铁矿他了 我没来的质疑 就看到两个人 抬着简陋的担架出来了 我看到担架心跳的飞快 居然用担架抬出来的 他伤的究竟有多严重 担架上的男人很年轻 皮肤白皙五官精致 可是他的脸色 因为湿血有点灰白 他双眼紧闭 牙齿紧紧咬着下唇 侯月连忙去看他身上的伤口 要不是我们发现得早 他就被石头压死了 那牛丁看着狐猎居然还想讨功劳 狐猎看了一眼露心 虽然看起来确实很严重 但是起码比蟒像被送回家的时候轻 上半身的伤看起来还好 可是他的腿 虎林没有找到 我们只找到了露心 牛丁一边说一边后退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有人的反应比他还快 你说谎 他的伤是人打的 不是石头砸的 我不是傻子 这露心的腿明明是被人用钝器砸断的 居然骗他是石头砸断的 啊 我的腿 我的腿 牛丁顾着防狐猎 没想侯月更狠 抢过旁边一个雄性兽人的武器 狠狠地砸在牛丁的小腿上 众人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 直到那牛丁抱着腿疼地在地上打滚 他的腿是用这个打断的 你们为什么要打断他的腿 我还拎着那武器 屈高临下地看着牛丁 我说了 我要赎回我的兽夫 谁准你们打断他的腿的 侯月 你太过分了 一个年轻的雌性 也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跑了出来 拦在我的面前 蛇镜 这雌性打断我的腿 你不能让他们就这样离开了 牛丁又气又疼抱着腿躺在地上直打滚 我的兽夫断了两条腿 而他只是断了一条 我哪里过分了 我冷笑一声 你们活生生打断了我兽夫的腿 你们就没想过有今天吗 我手里还有武器 所以那个雌性不敢靠近我 可是看起来气得张牙舞爪的模样 我就知道这个雌性和牛丁关系匪浅 侯月 那雌性抢过一个雄性手上的棍子就要冲过来 那你就试试 狐猎眉头一皱就要上前去被我喊住 狐猎 你不准去 侯月连忙喊住狐猎 我动手就算了 我是雌性 这里雄性不能打雌性的 可是狐猎一动手肯定会被一群雄性围住 到时候可就麻烦了 这里那么多雄性 狐猎双拳难敌四手 肯定会吃亏的 这样吧 我这人讲道理 说我打断他的腿 你要打也是冲我来 侯月 狐猎脸色一变 这可不行 他们雄性皮操肉厚的 其实断胳膊断腿得好好养还是能好的 可是雌性不行 小伤口也会要他命的 狐猎你闭嘴 这可是他自愿的 等等 谁说我自愿的 你想反悔 那雌性本来还高高兴兴的表情直接消失了 犯什么悔 你能不能听我说玩 什么毛病 一直强化一点礼貌也没有 我直接翻了的白眼 这些人真的当我是傻子吗 我能傻站着不动让他们打断自己的腿吗 咱们可以打一架 要是你打赢了 我的腿让你打折了我也不说一句话 那我要是没打赢呢 那就换我打断你的腿 怎么样 你说是不是很公平 也不是我欺负他 我本来打断了牛丁的腿后 就打算离开的 因为陆欣智商明显已经有段时间了 需要赶紧治疗才行 可是这个雌性非要我给一个交代 那我还想让他给我一个交代呢 那要是打平手呢 那雌性犹豫了一下 侯月声明在外 以前他是好吃懒做 可是最近他好像经常打人的 而且下手还狠狠 我听到这话直接转头冲他呲牙笑 打平手 怎么可能会打成平手 笑容在他脸上脸去 我冷冷地说道 既然打了 那就要分个输赢了 我要么输要么赢 你要么生要么死 既分高下也决生死 打平手是不存在的 我在孤儿院长大 从小就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打架的时候一定不能手软 而且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你们这里不是斗兽场吗 你们打架的时候不用分出胜负吗 我一直记得原主侯月 被蟒象抓住的时候 蟒象和侯月说的就是这句 他给侯月三天的时间跑 要是跑了以后再被他抓到侯月就死定了 他一直怨恨侯月把他迈进斗兽场 他一直记着自己像野兽一样 被关在笼子里不停地打架的日子 那斗兽场的人还告诉蟒象 要么赢要么死 那时候的蟒象就连输都不行 干嘛这表情 难道这不是你们斗兽场的规矩吗 我看他害怕的表情忍不住笑了笑 侯月 你这是要给蟒象讨个公道了 那雌性脸色一变 这是他们经常对被迈进斗兽场的兽人说的话 但是真的有一天自己也被人这样说了 还是让他们觉得很愤怒 蟒象是我的寿夫 我给他讨个公道 这难道不应该吗 我说着又抬头看了一眼天色 有点不耐烦地说道 快点决定 这天都要黑了 你到底打不打 我当然知道他不敢和我打架 毕竟我上次揍虎琴 还有差点打死蟒查的事情 肯定已经传开了 大家都知道我不好惹了 这雌性看起来又不傻 肯定不会和我硬碰硬 我不打 不打 那这可是你说的 可别到时候说我不给你机会 我又撑了撑手上的棍子 这个木头很硬 尾部还绑着一块石头 这东西在没有兵器的地方 可就是最好的武器了 要不然我也不能一下子 就把牛丁的腿砸断 而且看牛丁受伤的腿的状态 和露心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露心的腿 肯定也是这东西砸断的 我看了一眼围着他们的雄性 我不准备放下这东西 这种情况下 我手上没点东西很不安全 不拿着这个 我又不能众目睽睽之下 去空间里拿出铁锹来 不行 你们不能走 那牛丁一边哀嚎一边骂我 他怎么也没想到我下手那么狠 你们打断露心一条腿 侯月才打断你一条而已 你该知足了 狐狸已经在思考 他怎么才能自己一个人 把露心弄回去了 倒不是他背不动露心 就露心那小身板 他背两个都可以 可是露心的两条腿都断了 他既不能用背的 也不能用抱的 这担架他一个人我抬不了 为什么不行 我斜瞄了一眼牛丁 牛丁让我吓得又开始哀嚎起来 蛇镜你要给我做主啊 侯月 谁让你打我的兽夫的 蛇镜虽然也怕和我单挑 但是他们这里那么多人 真打起来他们也不会太吃亏 你打完人就想走 门都没有 你说的好 那又是谁让他打我的兽夫的 我还在恼火 现在天都快黑了 这里离家也不近 我就怕出得了这斗兽场 可是天却黑了 我们在外面也很危险 我还在心里怨自己冲动闯了祸 没想到就看到了躲在树后的朱莉 那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的兽夫打的 蛇镜当然知道露心的腿是谁打的 但是他们这斗兽场 好歹在附近几个部落里 都算是有头有脸的 要是他的兽夫让我打断了腿 还让我好好地回家去 那传出去他们斗兽场 以后就不用混了 那你就和我说说是谁打的露心 我打对方两条腿给你们补回去 我的态度越发嚣张 那朱莉既然在这里就好办了 狐猎是他雌性的宝贝弟弟 他总不能不管狐猎吧 反正他人是在你们这里受伤的 难道你们没点责任 侯月 别忘了你的兽夫已经卖给我们了 蛇镜没说完 我就掏出一个兽皮带扔给他 对 我是卖了他们 但是现在我要赎回去 我冲他抬了抬下巴 你自己看看吧 交换的严精都在那里了 我都不计较两个兽夫 只剩一个兽夫 你就差不多得了 我只拿出一份严精 因为现在他们只交出了露心 我不能拿两份严精出来 不然显得我是傻子 侯月 你 谁答应你可以赎人的 地上那人说的 你还不会想反悔吧 你们那么大的地方 要是说话不算数以后不想混了 而且我的兽夫们是完完整整的来 现在他这样 难道你们不用给我一个交代 我凭什么给你交代 擂台上有输有盈 来人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蛇镜喊完 那些雄性没一个敢动的 因为他们不敢碰侯月 这个雌性不敢抓 你们不会去抓那个雄性吗 等等 你们敢动他试试 我马上护在狐猎前面 侯月我们不能动你 但是狐猎今天别想好好的回去了 是吗 那你动他试试 我虽然嘴硬 但是我还是死死的护着狐猎 那朱莉还不出来吗 你试试呗 你知道他姐夫是谁吗 你要是动了他 我怕你这个会被铲平 我就是故意说的那么大声 只要把朱莉喊出来狐猎就没事了 朱莉知道吧 我们部落下一个村长的人选 还是他的姐夫 你们真的动了他 代价你们承受得起吗 朱莉躲在角落嘴角抽了抽 这侯月平时不理他就算了 关键时刻还记得把他拉出来了 你们少用朱莉来威胁我 他都在干嘛 蛇镜 侯月可是我们部落的雌性 谁让你们欺负他的 一次意外我穿梭到兽氏 复活到一个拥有五个兽夫的女人身上 一到傍晚 兽夫们一个个子弹上堂准备大干一场 看着一个个都压不住枪了 我心里慌了一批 我哪见过这种场面 我在现在只是一个只见过猪跑 没吃过猪肉的人 都说兽人的体力好 我这小身板哪里受得了 这些兽人平时穿的就不多 一不小心就可以一览无余 待机状态的尺寸都让人窒息 不敢想象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 更让我觉得恐怖的是 大兽夫蟒相居然是双卡双带 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 原来我就一直好奇侯月是怎么排班的 会不会是一天安排一个值班 然后周末双休 双休时偶尔去找她的两个情人兽夫做做运动 看到今天这场面 我怕是误会她了 她的世界我想象不到 我现在真是霸王敬就 不干也得干了 都说没有更坏的田 只有累死的牛 可这种轮番上阵 我感觉就要舔毁人亡了 还好可以获得系统的奖励 通过穿越这几天的努力 赎回兽夫就受宰 降低他们的恨意值 获得了很多系统给的东西 今天在斗兽场有惊无险赎回了寿夫露心 可是她双腿已断一直在昏迷中 另一个寿夫虎林却不知所踪 我努力回想小说里的内容 虎林和露心因为在斗兽场每天都吃不饱 还要每天挨打 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原主侯月去赎他们 可是一直等不到所以很绝望 虎林就带着露心逃跑了 最后露心被抓 虎林跳崖 还好虎林命大没有死 而是找了地方养伤 然后遇到上山采果子的侯蜜 侯蜜还失足掉下山被虎林救了 然后两人日久生情 虎林爱上了善良的侯蜜 可是因为她是侯月受敷的原因 她不能和侯蜜在一起 于是她更加仇恨侯月 她养好山后占山为王 又回斗兽场救了残疾的露心 一直在山上待了几年 直到蟒象黑化 然后就是原主侯月的悲惨结局了 想着想着就到家了 和狐烈一起排单价的朱莉 看到我今天的变化觉得很奇怪 就没忍住问狐烈 侯月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狐烈一脸骄傲的看着朱莉说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就说侯月变了你还不信 你还劝我放弃侯月 我就说她会变好的 朱莉一脸无奈 心想什么叫变好 对于你们来说是变好 对于我朱莉来说这叫什么好 我朱莉千方百计让侯月重叛亲离 想让她回到我身边 这是所有努力要毁于一旦了吗 我进屋后看到只有蟒象在屋里 蟒象问人接回来了吗 我愁眉苦脸的看着蟒象 接回来了 不过情况和我想的不一样 我支支吾吾的样子蟒象也开始紧张了 怎么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要不你自己去看看吧 我先说好 这是不能全怪我 我说完事意让狐烈朱莉把人抬进来 蟒象看到后也不淡定了 单架上的陆心昏迷不醒 侯月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她的腿被打断了 侯月 难道是陆心不愿意和你回来 所以你直接打断了她的腿吗 你当我是什么人 蟒象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摸摸自己的良心 你天天编排我 我都没把你的嘴封起来 我能专门跑去狩猎场把她的腿打断 然后再给她抬回来 我是嫌得慌吗 蟒象这回哑巴了 看我那么激动 而且说的有些道理 蟒象也不觉得我有本事去打断谁的腿 斗兽场的人说了 是虎林和陆心跑了 然后陆心的腿就被他们打断了 狐烈蹲下看着陆心的伤势 脸色也变得异常凝重 这陆心本来不是力量型的 本来就是靠腿吃饭的 要是医不好的算是废了 他的腿 他的腿断了 就连骨头都一味了 恭喜你侯岳 健康的寿敷你不要 现在要养两个残废的了 蟒象说完抬头看了我一眼 一旁的狐烈不愿意了 蟒象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这件事不能怪他 侯岳他能专门去熟人 就说明他已经改变了 你就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吗 我一脸正经的看着狐烈 我被蟒象挖苦那么多次 还是第一次有人帮我说话 可以 当然可以 我这不是怕你和熊平负担太重吗 没事有我呢 这么多年不都这么过来的吗 蟒象这次也只是哼了一声 就不再说了 再说下去别人该怀疑 是他不愿意让路芯回来 才故意挑刺的 行了 你们都别说了 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得他变成这样 我会努力把他治好的 我说完蟒象又忍不住说话了 就你 你可别像治我那样治路芯 他年纪又小还怕疼怕死 说的也对 路芯可受不了这种折腾 这时兽崽们看到大人都在 就跑了过来 看到担架上的路芯 有小猴子有点不敢相信 爸爸 爸爸 小猴子的眼泪不停地 他腿断了你不能碰他 我爸爸真的没有死 我把小猴子揽进怀里 用手轻轻擦掉他脸上的眼泪 小猴子 母亲保证 一定会医好你爸爸的腿的 看到我信誓旦旦的模样 小猴子才点点头勉强相信我 那母亲 我爸爸的腿怎么会断了的 是不是因为他不肯回来 所以被你打断的 小猴子这话一说出来 除了我之外 其他人都忍不住笑了 我先是转头去瞪蟒象 怎么他们说的话都是一样的 难道在他们心里 我就是这种人 蟒象一直严肃的表情 因为小猴子的话破了弓 这真的不是他教的 这只能说明 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你看我干嘛 你以为是我教的呀 蟒象也是一愣 明明大家都笑了 可是侯月就只瞪他一个人 小猴子乖 你爸爸的腿不是母亲打的 那是别人打的 不过你放心 母亲也狠狠打断他的腿 给你爸爸报仇了 真的吗母亲 小猴子趴在我怀里 泪眼汪汪的 他母亲好像真的不一样了 真的 朱莉站在门口 脸黑的都要藏不住了 他辛辛苦苦哄的侯月 重叛亲离 难道他辛苦就要功亏一篑了 朱莉的脸色又难看了几分 我现在虽然不算老司机 但是我也不是没有 见识的小慈性了 不过我的给陆星 擦身体的时候 还是让我吓了一跳 我是真的没想到 这小子看起来身板那么小 怎么也是个大家伙 我的脸不觉又红了 泽泽 这侯月可以呀 起码他找的寿敷 在这一点上完全不会踩雷 一个个都那么吓唬人 你还想摸到什么时候 蟒象脸色越来越冷了 这是小别胜心欢啊 擦的身体也要摸个半天 哼 你怎么说话的 我老脸一红 这蟒象干嘛这样 就不能装不知道 非得揭穿我吗 我说错了 我撇了撇嘴 有点懒得和他吵 又看着陆星的脸 越看越觉得陆星小 忍不住转头去问蟒象 蟒象 这陆星怎么看起来那么小啊 他才23岁能大到哪里去 蟒象忍不住瞪了我一下 什么 他那么小 我突然想起小猴子差不多五六岁 那不就是 天啊 这侯岳简直不是人啊 这么小他怎么下得了手的 那熊平呢 21 那你多大 27 蟒象生气了 抿着唇黑着脸就走了 他就知道侯岳要嫌他年龄大 蟒象居然才27岁 他和侯岳在一起至少九年了吧 那不是 我捂着嘴眼睛瞪的老大 这侯岳吃得可真好啊 真是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我仔细一算 这些大好青年在20岁之前 就全被侯岳玷污污了 系统小牛突然上线 让我把露心双腿 错位的骨头给他拼回去 你也太瞧得起我了吧 也不怕我给他 治出什么好歹来吗 你不要再犹豫了 你趁他现在的血管 还没被骨头碎片扎破 赶紧给把骨头他整回去 小牛忍不住出声提醒我 上次你把蟒象鳞片的时候 胆子不是挺大的吗 这次怎么半天不敢动手了 我给露心绑完绷带之后 又在角落里翻出藤条 抬头寻找屋梁上 哪里可以挂藤条 蟒象 这屋顶上的三分量 哪个是主粮 蟒象眉头微动 干嘛 你想拆屋子吗 我要把他的腿吊起来 不然他的腿会因为血液不循环 然后水肿 还有可能会肌肉坏死的 我耐心的解释 免得他以为 我又要折腾什么幺蛾子呢 中间那根 我和蟒象合力 把露心的腿吊了起来 忙完出去的时候 看到朱莉还坐在火堆前 直接露出嫌弃的表情 你怎么还不走 天都黑了 朱莉看到我的表情 有点委屈 你又这样 一用完就要赶走我 谁知道我根本不想理他 肚子饿扁了 真的扁了 小狐狸还招呼我 去摸他圆滚滚的小肚子 肚子饿扁了 就过来给我吃东西 都吃晚餐了 还馋着你母亲不放 狐狸笑着走过来 提着小狐狸放在地上 又转身把那碗牛筋 最多的汤递给我 真香 这牛筋炖烂了 果然好吃 我对自己的厨艺越发满意 这味道简直甩蟒象的野菜汤 48条山路了 好吃吧 蟒象 我越发得意 忍不住点名蟒象 笑得格外开心 就等蟒象夸我了 味道还行 那以后汤就让你做了 不然这么好的手艺 可就浪费了 听到蟒象的话 熊平和狐狸 都停下来看着蟒象 虽然一般雌性 是会帮忙干点小婆 但是可没有雄性感 让雌性负责家里面饮食 行啊 我觉得狐狸和熊平下厨 太浪费食材了 像牛筋和牛肚 这种好东西 他们都扔掉了 这换到现代 可是超级美食好吧 侯月你怎么知道 牛筋能吃的 朱莉不说还好 她一说话 我才知道这家伙 居然也端着碗 坐在一边喝汤 我当即就不高兴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我们家这情况 你还蹭饭啊 朱莉的笑容僵在脸上 侯月怎么可以这样对她 哼 至少让我吃晚餐再走 朱莉嘴角微微勾起 我不管 你有事的时候 知道让我出面 我凭什么让你说 赶走就赶走 可是我总觉得 这个朱莉比谁都阴险 说不定袁主侯月 干的那些混账事 还都是和她有关的 毕竟莽相和陆星 两个人在斗兽场 受了那么严重的伤 我觉得这是和她脱不了干系 饭后我还在屋后荡秋千 突然眼前出现一片阴影 果然是朱莉出现在我身后 要不是我闪得快 刚刚可就被她抱住了 你怎么还没走 你要干什么 我就知道这家伙 不走一定憋着什么坏事想做 当然是抱你了 不是说要永远在一起的吗 没等朱莉说完 我直接抡一拳给她 然后直接跑去找狐猎 朱莉这么有恃无恐 是断定我不敢将此事告诉狐猎 如果狐猎生气跑掉的话 我们家就没人干活了 只剩下熊平一人 根本支撑不起这个家 可我相信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们会相信我 狐猎 我有话要和你说 虽然我知道狐猎会很生气 但是长痛不如短痛 现在不说等她自己发现 她更加生气 什么事 怎么跑得那么急 朱莉追了过来 她的脸色格外难看 她没想到我真的敢说出来 蟒相在我开口前掀开帘子 侯月 对 陆欣醒了 等会儿 等等 你说什么 陆欣醒了 别的我都能放一放 可是陆欣醒了我就不能等了 你先去看看吧 狐猎温柔地笑道 行 那我先进去看看 我点点头马上掀帘子跑进屋 朱莉不觉松了一口气 陆欣陆欣 我进屋发现陆欣又是闭着眼睛 我凑过去悄悄地喊了喊陆欣的名字 陆欣压根就没醒 是蟒相故意把我骗进来的吧 蟒相你听到了吗 熊平竖着耳朵趴在窗户边偷听我和朱莉的对话 其实他发现朱莉往后屋跑的时候 就想追过去教训朱莉 可是蟒相拉住了他 蟒相想看看侯月的态度 可是熊平没有勇气听 他知道侯月的性子 他知道侯月见一个爱一个 他已经把侯月盯得很紧了 明面上他什么都不知道 其实他暗地里总是把和侯月走得近的雄性兽人脱角落里打一顿 不然家里早就有十几个兽夫了 我耳朵又没聋 蟒相抬了抬眸 听到侯月和朱莉没有关系 蟒相松了一大口气 这个朱莉太可恶了 他自己也有磁性 为什么要缠着侯月 熊平气呼呼地骂了几句 蟒相 露心他明明就没有醒 醒了 还说疼呢 不信疑问熊平 蟒相直接把熊平也拖了出来 我这次没去追问他们 听到露心说 他疼我就觉得蟒相没说谎了 因为露心不知腿断了 他连肋骨都断了三根 要不是系统提醒我还不知道呢 我去煮点草药水 给他们擦擦身体 我说着就站了起来 对了 不能碰露心 全身都不能碰 他肋骨也骨折了 一不小心可能断了的骨头 会戳破他的内脏 蟒相聪明的脑瓜子 一瞬间有点转不过来了 还有二仔啊 你别看他安安静静的 他的胳膊现在肯定还疼着呢 我说完就走出来了 也没发现蟒相脸上的表情 变得有点开心 没有什么比侯月 能时刻记挂自己的崽子 更让蟒相高兴了 爸爸 我不痛的 二仔摸了摸 自己着痛的手臂说道 他就怕蟒相担心他 小崽子不要嘴硬 疼就疼 不要嘴硬说不疼 熊平在一边忍不住说了一句 这叫有什么爸爸 就有什么崽子 你自己不是野嘴很硬 蟒相怒斥熊平 你少说一句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 但是我就是想说 熊平抬手在二崽子脑袋上 摸了一把 蛇崽子真乖 真希望以后 我的熊崽子也像你们那么乖 熊平没说完 两只熊崽子又打了起来 熊平也不管 甚至在一边教导他们怎么打省力 怎么样能撂倒对方 我说你们熊组怎么那么能打 原来是从小就开始培养呀 朱莉还在冲熊平说笑 你怎么还不走 熊平自然对他也没有好脸色 我要在这里住一晚 不行 这还是蟒相和熊平 第一次那么齐心协力 同心同德的讨厌一个人 朱莉你去棚子里睡吧 那边位置够大 这话是狐猎说的 照顾完露星天都要亮了 我看了一眼屋里睡得香甜的崽子们 犹豫了一下 还是转身出了屋子 朱莉在笑 满脸得意 我不爽的瞪了他一眼 有什么可得意的 你没有发现一件事吗 就连蟒相都不想让你说 难道你还想说吗 朱莉的话坐实了我心里的猜想 我就知道 蟒相肯定在屋里 听到我和朱莉的对话了 可是他不想让自己告诉狐猎 所以骗我露星星了 就是不让我和狐猎说这事 你给我走开 我气急了 用力推开朱莉冲进屋 跑向狐猎 熊平和蟒相如是重负 又感觉有点醋意 朱莉感觉他已经掌控不了局面了 走过去跟狐猎说 明天你休息一天吧 狐猎队不用去了 说完就扬长而去 休息就休息 反正不去狐猎队也有肉分 狐猎心里美滋滋的 露星醒了 熊平从屋子里大喊 我们全部凑过去 露星你终于醒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一次性问了好多问题 侯月 嗯 我现在是死了吗 露星呆呆地看着我 他有点恍惚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他记得自己和狐猎一起跑了 跑了很多天 因为跟着狐猎他没饿过肚子 他只需要跑 肚停地跑 可是他们还是被斗兽厂的人追上了 他很没用 三两下就被打趴下了 狐猎为了保护他受了很重的伤 斗兽厂的人让他们别跑了 说侯月来赎过他们 他有点动摇 可是狐猎不相信 以为是斗兽厂的人的计谋 因为侯月亲自把他们卖到斗兽厂 他们在斗兽厂熬了那么久 天天吃不饱天天挨打 可是一直没有等到侯月来赎他们 虎林就带着他逃跑了 虎林宁愿从那么高的山上跳下去 也不愿意跟着斗兽厂的人回来 他也想跳下去的 可是他的腿已经被打断了 后来就晕了过去了 刚刚侯月喊得太大声 他才醒过来的 路心 路心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看他半天不说话 忍不住把手放在他面前晃了晃 这时路心缓缓睁开眼睛 忍不住盯着侯月看 才一年多没见到侯月 怎么感觉有点陌生 我怎么会在这里 这是在家里吗 路心有点不确定 虽然这个屋顶他看了好几年 你回来了 我把眼睛还给斗兽厂了 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我连忙看着路心说道 以前是我不对 你能不能原谅我 我一直在等 等你接我回家 路心说着眼眶红了起来 他那又大又圆又亮的眼睛 微微转了一下 就掉出了两颗痘大的泪珠 我一直在等你接我回家 我等了一年多你都不出现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对不起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我听着路心的话 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了下来 找不到虎灵 我怕他出事了 虎灵他 路心脸色又白了几分 虎灵他吐血了 可是他不愿意回来 他宁愿跳下山也不愿意回来 什么 他跳崖了 我瞪大眼睛看着路心 还是跟小说剧情一样 他应该没有死 还会遇见红蜜并爱上他 虽然是我的寿夫变心了 但是我倒是没什么所谓 我和虎灵见面都没见过 甚至连崽子都没有 他不喜欢自己就好聚好散呗 可是他因为爱上红蜜就要我的命 那就是他不对了 我一瞬间都想自己 要不要抢红蜜面前 我先摔下山崖和虎灵重燃爱火 可是想想我又觉得代价太大了 而且我又不是红蜜 身上没有女主光环跑去跳什么崖 显命太硬了吗 而且我又不知道虎灵现在在哪里 我要是真的想不开去跳崖的话 我再一不小心摔了那都不知道了 算了 还是目前先保住自己的小命才是重点 反正虎灵没死就行了 他目前也不知道在哪里养伤 至少要几个月后 他才会在某处遇到红蜜 等到时候我已经把其他四个兽夫都哄好了 他们肯定会护着我的 至于虎灵呢 他要是喜欢红蜜 我就和他分开 让他去追求红蜜好了 那样他总不能还是恨不得我死吧 这时陆星看着我说 红月 对不起 我没能拦住他 我安慰他 这不是你的错 你好好养伤 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 因为陆星原谅了我 所以系统奖励了我一个美食定位仪 虽然一天只能使用一次 但是那也让我省了不少的力气 现在我可以躺在家里定位食物的位置 然后再去收 这种生活可不要太美呀 女人偏了命运就了一条小蛇 小蛇非但不敢 还化身蛇腰袭击他的亲子 女人凭借女主光环 带着兽夫们逃过一劫 而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一次意外让我穿梭到反派女儿身上 心狠手辣的原主害得两个兽夫残疾 一个兽夫跳崖伸手一触 而我穿越到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只能帮他洗白 才能避免最后悲惨的结局 更可恨的是我才穿越几天 就发现自己肚子有些异常 原主除了家里有五个兽夫以外 外面还有很多临时工 真担心原主在外面潇洒 却留下一肚子的野仔让我背黑锅 还好剧情开始没多久 我还有机会逆天改命 所以我穿越之后 第一时间阻止了原主的卖仔交易 还去斗手场赎回了 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兽夫露心 虽然系统只奖励了一个食物定位系统 但至少可以在家先搜索定位美食的位置 再去现场采摘 这无疑是给我们一家雪中送炭 12个人的大家庭 只有熊平和狐猎可以捕猎 其他的不是残疾就是孩子 现在我终于也可以出一份力了 我也不相信在这野物遍地走 满地是黄金的寿司 还能让一家人饿着 于是我在家一顿操作 就准备带着大仔一起去收菜 这是听到陆星的声音 侯月你是不是要去危险的地方 我示意他小声点 要是蟒相知道了又要被阻止了 好的 我会保密的 你要注意安全 你真乖啊 我高兴地跑过去捧着他的脸 不过我担心他才回来几天 我变化太大 他一时接受不了 就停止了进一步的动作 怕吓坏了这只单纯的小鹿 我塞给他一个红薯饼 就带着大仔出发了 突然干草堆里 爬出来一条红色的蛇 把陆星吓得一击灵 认出来是小红 就有点不太温和了 你来这里干嘛 不是说不让你来我们家吗 陆星不喜欢小红 是因为他一直跟着蟒相 怕蟒相身边 一直跟着一条 能画形的雌性会被误会 小红瞧着陆星 你和侯月一起骗蟒相 我又不容 心想你上次乱告状 害他冤枉侯月的事情 还没找他算账呢 哼 小红没想到自己居然告状失败 不满的瞪了一眼 陆星就爬出去了 蟒相 你不要再和他来往了 让侯月发现他会生气的 部落的惩罚会直接把你打死的 那我怎么办 我不能出门 侯月又天天往外跑 我要是不让小红跟着 他被活埋了我都不知道 蟒相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那边山上有很多大蛇 他们甚至连同类都不放过 母亲你要去哪里 那边 我指的就是蟒相说不能去的地方 那里 大崽呆呆地望了过去 又露出担心的表情 母亲 爸爸说不能去哪里 嗯 我知道 咱们就在附近看看 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就行了 还真有啊 蛇床花 蛇咸草 蛇蛇草 还有鸡血糖 系统奖励的医书上说 这些对蟒相和陆星的腿伤有帮助 还有好多养肚菌 这东西炖汤可太鲜了 正收得开心 大崽却拉住我的胳膊 母亲这个不能吃的 有毒的 大崽你别怕 这个没毒的 你看那边那种红色的绿色的 就是有毒的 这个没毒 可以吃的 真的吗 大崽子有点不相信 可是我在摘他也只能过来帮忙了 我和大崽子摘蘑菇摘得特别认真 就连身后有人我们都不知道 侯月你在这里干嘛 你不怕死吗 你放开我母亲 咦 莽金叔叔 莽金 你吓死我了 这莽金突然在我背后说话 我也是吓一跳 陆星受伤了我来找点草药给他 顺便摘点蘑菇回去煮汤 我们现在马上就走 你别生气 我见过莽金那么多次 还是第一次看到他那么生气的样子 真的有点吓人 以后不能来这里 要什么和我说一声就行了 这里都是大蛇 你们在这里很危险的 莽金又看着我手里的蘑菇 脸上又有愤怒之色 你摘这个干嘛 这个有毒的 侯月 我知道你家里有困难 但是你可以找我帮忙 这个真的不能吃 莽金也听说我把陆星赎回家了 可是陆星被打得只剩下半条命 所以我家里又多了个吃饭的 能狩猎的人还是只有狐猎和熊品 侯月 你再困难也不能乱吃啊 我还以为莽金说两句就算了 可是他居然还想要抢走我的蘑菇 我这次没绷住直接挤眼了 不过我还是被他抢走了兽皮包 不行 侯月这个是真的有毒的 这毒蘑菇真的很危险 你会死的 莽金转头发现大仔还在摘 差点让他气晕了 大仔 你别摘了 这东西不能吃 莽金把兽皮带里的牛肚军全部扔了出去 莽金 你再这样我生气了 反正你就算生气 我也不能眼睁睁看你死 莽金 你太过分了 那是我的东西 我还想去捡 又被莽金拽住 大仔你快跑 你先跑保护好东西 我来拦住他 我说着用力一蹦向枝八爪鱼似的 从后面抱住莽金的脖子 可是他太高了 我只能挂在他身上 脚都不能着底 侯月 你 莽金被我的操作吓住了 莽金 我看你救了我那么多次的分伤 不跟你计较 但是你在扔我的牛肚军 我就勒死你 侯月你听我的 那蘑菇真的有毒 要是你真的饿了 我给你抓野牛好不好 一天一头也行 你千万不能吃那个蘑菇 莽金可以一下子把我掀开的 可是他怕弄伤我 干脆任由我勒着他的脖子 谁稀罕你的牛了 我的寿服会抓 我拿你的东西我成了什么了 我只要我的蘑菇 侯月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怕你太困难了 我知道陆星回家还受了很重的伤 那都是我做的孽 我应该照顾他们 我不要你的牛 我只要牛肚军 那个真的没毒 你不信 我可以现在就煮来吃给你看 莽金是不同意的 可是为了让我死心 他又抓了两只大白兔 你是想吃白兔炖牛肚军吗 不是 我让他们吃 他们没中毒 你才能把蘑菇带走 说着就把牛肚军塞到兔子嘴里 你拿他们做实验 好残忍 你拿自己是毒更残忍 真不愧是莽向他弟弟 嘴巴都那么毒 你看吧 他们活蹦乱跳的 真的没毒的 居然真的没毒 莽金也松了一口气 这就算是今天的插曲吧 我三步并两步赶上大载 又去到定位好的板栗树的位置 果然定位系统很给力 满树都是长着很大的板栗 可比现代的大很多呀 但是树很高 还好大载化作蛇形 直接爬上树把板栗敲下来 我在敲板栗壳的时候 居然看到一只癞蛤蟆在看着我 这时系统提醒我那是牛蛙 有这种好东西 你干嘛不早点提醒我 差点错过了 因为系统觉得那东西能吃 但是又觉得你应该不会吃 系统小牛被我一通抱怨 只能跳出来解释 我为什么不会吃 那牛蛙用来炒和闷都很好吃 我不吃才怪呢 系统小牛让我这句话给整无语了 忍不住在心里嘀咕我的穷凶极恶 他真是太恐怖 比兽人还禽兽 他居然连兽人都不敢吃的青蛙都不放过 我们大崽子真厉害 我看着大崽子捏在手里的两只牛蛙 马上冲他直竖大拇指 这蛇族也太天赋一饼了吧 他们能爬树下水就算了 而且好像都没有天敌似的 走走走 赶紧回家顿了他们 我拍拍大崽的肩膀 心满意足背着鼓鼓的兽皮包 再拖着一大堆还没去掉外壳的栗子 往家里走去 另一边莽金很有耐心地蹲在草丛里 一直到我们走到山脚他才出来 他的手里还掐着一条小红蛇 谁让你一直跟着我的 你真的以为我不敢弄死你 莽金满脸的利器 那双树桶冷得像冰润 他现在身上没有一点平时 我见到他的那种乖巧单纯的样子 那小红蛇瞪着他撕了几声 却看到莽金脸上的冷笑 你会说话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小红蛇挣扎了半天也挣扎不开 又开始装死了 还装 那天晚上我三个莽象半人半舌的跑来打我 你敢说跟你没关系 莽象步步紧逼 那小红蛇绷不住开口说话了 莽金 你什么时候把莽象当哥哥了 你一直抢他的东西 现在还想勾搭他的雌性 我没有 从小就是你在使坏 你一直在我家偷吃东西 你还嫁祸给我三哥 又嫁祸给我说是我冤枉他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小红蛇知道自己敌不过莽金 可是他赌莽金不敢弄死他 那些年我拿东西让你偷偷给我三哥送过去 可是你没有一次说是我送的 都是你害得我被三哥讨厌 莽金从小就想和莽象好好相处 可是每一次都被这条蛇破坏了 还害得莽象越来越讨厌他 你自己不是说偷偷地不要告诉他吗 小红也不想装了 他直接变成人形 瞬间变成一个容貌娇美皮肤白皙的年轻雌性 只不过莽金没有怜香惜玉的想法 继续用力地掐着他的脖子 莽金你不是想做好事不留名吗 那我也没让你一直陷害我 陷害侯岳 莽金神色冰冷 他可不会因为这条小蛇变成雌性他就手软的 我忍了你很久了 你一直跟着我三哥 破坏我和他的关系 破坏他和侯岳的关系 你一直在害他被所有人孤立 莽金认识这条小红蛇比莽象还久 他本来可怜他小长不大 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他在家里偷吃食物 可是他越来越贪心 偷吃的东西越来越多 还嫁祸给莽象 害莽象被他母亲赶出家门 他怕莽象在外面饿死偷偷送吃的莽象不要 他才让这条蛇帮忙的 可是这条蛇一直在欺骗误导莽象 一直在加深莽象对他的误会 莽金你要干嘛 扣在小红脖子上的手还在收紧 莽金似乎真的想要掐死他 我要掐死你 这样你就害不了侯岳了 我是莽象养的蛇 我死了他不会放过你的 那又怎么样 反正托你的福 我三哥已经很恨我了 我也不介意他在弃我杀了你 莽金 我是雌性 你不是 你是妖怪 莽金真的动了杀心 只要你死了 就没人再乱告状 侯岳也不会被三哥骂了 啊 我的腿 远处突然传来一声痛哭 那声音和侯岳太像了 莽金让这声音害得分了神 小红趁机便回小红蛇 从莽金手里溜了 想跑 门都没有 莽金没有去追 只是捡起地上的石头砸了过去 准确地砸在小红蛇身上 那小红蛇顿时就不动了 莽金还想去看看他的死活 那边的人又喊了起来 有人吗 救命啊 今晚吃上了蘑菇炖青蛙 但是只有我和陆星敢吃 其他人莽象都不准他们动 让侯岳先是毒 没事他们下次再吃 因为崽子还小不能让侯岳毒死了 而狐猎和熊平是家里的顶梁柱 要是他们毒死了 全家都得喝洗北风 我没有被蘑菇毒死 也会让莽象的话气死了 第二天一大早 感觉有东西啄我的脑门 我睁眼一看 床上居然有几只小鸡仔 难道那牛肚菌真的有毒 我产生幻觉了 还是我跟谁生了小鸡仔 这是你昨天带回来的鸟蛋 看着要孵出来了就留着了 莽象的眼神还是那么冷 莽象 这小鸟我怎么办 要不要我给他妈妈送回去 莽象一脸见鬼的表情看着我 还没吃就撑了 你送去干嘛 可以把他们爸爸妈妈接回来呀 我自己说完都乐了 莽象也没忍住偷偷笑了笑 莽象 那咱们要不要抓只羊回去 我做梦梦到兽神说 二仔和陆星骨折要喝奶才能好得快 莽象巅峰时期 一人能打好几头牛 甚至还能自己一个人抓小镰刀龙 现在虽然受伤了 抓头母羊应该没问题吧 现在家里已经种了很多种食物 再搞点动物来养着 冬季雨季来了都不怕 刚生仔的动物才会有奶 我们不能抓 就算狩猎队围捕牛群 也会把怀孕的母牛和小牛放走 不然迟早没东西吃 我们不是要杀他们只是养着挤奶吃 再说可以把小羊仔也一起带回来呀 这侯月最近鬼主意还挺多 还好都是对这个家有利的 莽象果然很厉害 没想到他半人半瘦的状态实力那么彪悍 只是腰腿不便让他费了好大的力气 你真棒 长得那么好看还那么厉害 还好是我的兽夫 要是你是别人的我要嫉妒死了 莽象一瞬间兴奋的忍不住 偷偷甩了两下尾巴 救命啦救命啦 我猛的抬头看着莽象 莽象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我好像听到谁在喊救命 莽象没说话看着我点了点头 莽象你知不知道声音是从哪边传来的 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 尤其我又听到了雄性的声音 嘿嘿你别跑了小雌性 你从了我吧 我会好好对你的 别过来救命啦 这是谁的声音 太熟悉了 肯定是我认识的 我的眼睛瞪得溜圆 皮着兽皮裙就往莽象指的方向跑 莽象愣了一秒 也快速跟了上去 果然是他 这个恶名真是个大祸害 天天想着欺负雌性 你给我住手 我一边跑过去一边大声地呵斥着恶名 恶名你给我住手 你再不走我喊人了 竟然是你 恶名一正看着我高兴地笑了起来 小雌性 上次让你跑了 你是不是想我啦 呸 你要不要连 莽象我是你的雌性 那个受人欺负过我你管不管 我让那恶名猥琐的笑容器的直跳脚 要不是我打不过就自己动手了 恶名 你居然敢欺负我的雌性 莽象就跟在我的后面 他当然听到了恶名的话 看来侯月上次真的没有骗他 所以其实真正骗了他的人是小红 不过现在不是他思考这个的时候 因为他要先给他的雌性做主 他要狠狠揍这个恶名才行 恶名看着莽象的蛇尾 马上开始笑话莽象 巨蛇不落的莽象是吧 久闻大鸣 不过你不是残废了吗 怎么变成这副德性了 嘿 我听到他笑话莽象直接火猫三丈 就从地上捡起团泥巴朝他嘴巴砸过去 这次泥巴准确无误的砸进恶名 因为得意大笑而张大的嘴巴里 让你笑 莽象趁他弯腰吐泥巴的时候 冲过去狠狠的在他背上砸了几拳 别看我这样 揍死你也没问题 莽象下手很辣 恶名被他打得无法招架 不过莽象伤还没好 你等一下我给你擦点药 我有点不放心 这草药能止血止痛可是不能解毒啊 这地方还有比我在毒的吗 你不去看看他吗 莽象不说我还差点忘了 我马上去看趴在地上的磁性 你还好吗 你醒醒啊 我摇了摇那磁性的肩膀 可是对方并没有反应 我只能把对方翻了个身 侯蜜 怎么是他 我又改变剧情了呀 这侯蜜是女主角 小说里说就他的是莽金才对啊 我怎么抢了莽金的功劳了 仔细观察发现他没有受伤 可能是背下晕厥过去了 但是用尽各种办法 始终没有办法让他醒过来 我就说让莽象背他回去 谁都可以 但是我不可以 莽象看着我的脸上有点不高兴 这里的磁性占有欲很强 都不准自己的兽夫接触别的磁性 这侯月倒是大方 居然让他去报侯命 什么你不可以 你力气不是很大吗 我力气再大也不能报别的磁性 莽象再次拒绝 我想都别想了 碰了他那我不干净了 到时候你可以借机嫌弃我 莽象双手还胸看着我 可以让别人背 莽象说完又朝半人高的草丛里面扔了一块石头 是吧 莽金 莽金 我一愣 左右看了一眼 在哪呢 我在这里 三哥 侯月好巧啊 在草丛里埋伏半天的莽象只好爬了出来 满脸尴尬的看着我和莽象 这里没有别的路走 他不躲起来也不行啊 他害怕莽象看到他会不高兴 所以干脆躲起来 主要是他理亏 因为他上次还打伤了他的蛇 就怕莽象找他算账 莽象是那天有回去看的 不过发现那里只剩下一块石头和一片血迹 他就怕那蛇跑回去和莽象告状了 不过莽象这些天都没来揍他 也没来找他麻烦 他猜可能是那蛇没有回去而是躲起来养伤 至于侯蜜呢 他刚刚想救他的 不过侯月先来了 他就没出来 反正他前几天才救了侯蜜一次 现在又救他 他怕让人知道了他撇不清关系 挺巧的 既然你在这里 那你把他抱回家去 莽象说的十分自然 仿佛那就是莽金该做的事情 而且只要莽金和侯蜜有了肌肤之亲 那他以后就是侯蜜的人了 莽金要是再赶找侯月 自然有人修理他 莽象乐意的很呢 我 莽金马上后退两步 要不他怎么不出来 他就是怕贪上事 救人容易 但是赔上自己的终身幸福就不行了 莽金 你怎么也这样 侯月对不起 但是真不行 我要碰了他 那我以后就不能找雌性了 莽金也是满脸委屈 他们部落落后 雄性受人太多了 所以才会有这种规矩 侯蜜会负责的 他人好 特别善良 你会喜欢他的 莽金马上用力的摇头 不行 真的不行 算了 那我也不为难你们 我自己被算了 哇 侯蜜好重 可是这侯蜜明明看起来很瘦啊 算了 我去把施奇找过来好了 侯月你说你要去哪里 你说你要去找施奇 难道侯月就侯蜜也是为了讨好施奇 当然是让他赶紧把侯蜜带回去了 不然我背不动他 你们又不能抱他 我要是把他放在这里遇到坏人怎么办 你去找施奇过来 我们在这里守着 莽象这话是冲了莽金说的 我 为什么是我 莽金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又是一整摇头 三哥你不知道我和施奇不合吗 你和谁能合得来 让你去你就去 我不去 要去你去 待会我和他打起来不是更麻烦 你看不出来我不方便吗 难道我遇到他就不会打架 行了 我去 你们两个能不能别吵了 我说完自己随便找个方向就跑了 算了 我惹不起这两位大爷 我自己去还不行吗 我发现自己也挺走运的 因为我跑下山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施奇施奇 我开心极了 远远就扯开嗓子大喊起来 真是太幸运了 看来我马上就能回家了 不过施奇明显不想理我 立马加快了脚步 什么态度啊 施奇你站住 我找你有正经事 你能不能暂停一下 你有什么正经事 我找侯蜜呢 别烦我 施奇直接在地上滚了一圈 离我一两米远才站了起来 那就对了 侯蜜在我那里 你 你干嘛 我正想说清楚他喊他的来龙去脉 就看到施奇猛地凑到我的面前 吓得我连连后退 差点跌倒在地上 神经病啊 我是我来通知你侯蜜在后山晕倒了 让你去救他 反正我已经通知你了 去不去你自己看着办 我现在要回家了 侯蜜 你到底把侯蜜怎么样了 他可是你的妹妹 行了 你先打住 什么把他怎么样了 明明说我救了他 刚刚他遇到了流浪兽人恶名 说我好心救了他 还来通知你去抱他回家 你可别不知好歹的冤枉好人 侯蜜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说了我不喜欢你 施奇追了上来 不过他没有再去拉我 那么瞧 刚好我也不喜欢你 所以赶紧的把侯蜜给我抱回去 要不是侯蜜是我妹我也懒得管 我气死了 现在脚特别疼 可是这个臭狮子居然又在自恋了 你能不能别以为我还喜欢你 我早就不喜欢你了 好吧 我承认 我以前说喜欢你就是为了和侯蜜抢 我抢他的兽皮 抢他的果子 所以也要抢你 现在你老了我不想要了 所以你就和侯蜜好好地过日子吧 我绝对不会再多看你两眼 施奇明显没把我的话放在心里 毕竟他自恋惯了 你最好是这样 别以为耍花招有用 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这人根本说不通啊 蜒向我回来了 我远远看到蜒向的时候还挺高兴的 谁知道我脚步一块脚底就更痛了 侯蜜侯蜜 他怎么了 施奇本来跟在我身后半信半疑的 直到看到靠在树干上的侯蜜 都说他遇到恶名 估计是被吓晕的 你带他回去吧 我又累又疼 脚步慢慢地挪到蜒向那边 侯蜜你的脚受伤了 怎么回事 是他弄的 蜒向一直在看我的脚 别提了 我一喊他 他就跑 我只能从草丛里抄近路去追他 我现在才觉得自己有必要弄双鞋子穿穿 不然天天光着脚真的很容易受伤 施奇看看我又看着红蜜 有点理亏倒是没再说话了 你上来 我背你回家 可是 那羊怎么办 三哥 要不 蜒金当然乐意帮蜒向背我 但是蜒向肯定不乐意呀 所以他又说道 我帮你们把羊签回去吧 回到家蜒向帮我洗脚并清理的伤口 我跑了一天身上都是你爸还臭哄哄的 我要好好洗个澡睡个美美的觉 侯月 你和蜒向去抓养了 熊平从屋前跑了过来 语气带着欢快 是和他去了 不过是蜒向抓的 不是我抓的 我正好在洗澡 听到熊平的声音便站起来看着他 我抬头看到熊平那炙热的眼睛 熊平走了过来 眼睛盯得我的脸颊微微发红 熊平你要干嘛 侯月 我们很久没有了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熊平顿了一下 还是把我抱进怀里 冰凉的池水 因为熊平的热情几乎变得温热起来 我像只泡在温水里的青蛙 整个人浑浑噩噩噩的 我明明才穿越寿室没几天 却发现自己肚子有些异常 寿夫们都说我是怀孕了很高兴 而我却异常担忧 毕竟不知道这是谁的种 园主不仅有五个寿夫 外面还有很多临时工 真担心园主在外面潇洒 却留下一肚子的野仔让我背黑锅 兽是最危险的不是野兽 而是原址留下的仇恨 有一次出门我就差点被活埋 不仅有莫名的架要打 还有莫名的求贴贴事件要处理 每天都不知道 下一秒会有什么事情等着我 那天因为救了侯蜜 今天他为了感谢我 特意叫我去他家玩 从他家出来就撞到一个不长眼的 我就像撞在一堵肉墙上 一下子被弹飞出去 重重地摔到地上 抬头一看那个人还在动我 表情仿佛要吃人 哼 什么人吗 把人撞倒了也不服一下 什么素质 不过我看对方那副找事的模样 想想还是算了 我不想惹事 我走还不行吗 侯月你给我站住 是不是太久没有打你 你的皮又痒了是吗 我顿时停住了脚步 火气腾就上来了 什么叫太久没有打我 他意思是以前经常打我吗 侯月 我不是让你不要再靠近侯蜜吗 是谁让你来这里的 当然是侯蜜呀 他让我来的 不行吗 我现在差不多知道这人是谁了 他应该就是侯蜜脑残粉莽玉吧 莽玉是莽相他妹 不过他不认莽相是他哥哥 他和莽茶一样 总是嫌弃莽相是私生子 我冷冷地看着莽玉 所以你刚刚是故意撞我的对吧 是你自己走路不长眼 还怪别人撞你吗 当然要怪你 你害我摔倒 而且我的兽皮裙都摔破了 你陪我兽皮裙我就原谅你 侯月 你还要不要脸的 这兽皮是你的吗 你居然跑到这里来偷东西了 看我怎么修理你 莽玉看我拉着裙摆凑过来 直接就是拉我胸口的兽皮 莽金本来在隔壁山上抓野鸡 听到吵架的声音 莽金莽玉你们怎么在这里 然后看到蹲在地上的我 姐姐你怎么还没回家 侯蜜你没事吧 这个恶毒的雌性 是不是又上门来欺负你了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又被莽玉抢了话头 我现在火气非常的大了 就直接站起来朝莽玉扑了过去 我让你撕我的兽皮 我让你冤枉我 你出去问问我侯月 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 我今天跟你没完 侯月我要杀了你 莽玉也开始尖叫了起来 侯月没吃过亏 难道他就吃过吗 他在家里可是宝贝 谁敢这样把他按着揍的 那就看看我和你今天谁死定了 我身经百战 当下就把莽玉扑倒在地上 扯着他的头发 把他的脑袋往地上撞 我让你推倒我 还撕我的兽皮裙 你简直欺人太甚了 我凶神恶事 而且动作特别的快 又很凶狠 侯蜜都没看清 就看到莽玉满额头的血 姐姐你别这样 会把他打死的 侯月你先别这样 她是我妹妹 别说侯蜜没反应过来 就连莽金也是闻到血腥泪 才反应过来 我管她是谁的妹妹 总之她今天死定了 另一边熊平和狐猎 打猎回家后没看到我 就把猎物扔给莽相收拾 熊平就自己闻着味道 一路找过来 虽然狼青和诗奇都去了狩猎队 但是朱莉没有去 不是不相信侯月 而是怕朱莉缠着侯月 还有就是部落附近 出现了很多流浪兽人 怕侯月有危险 走到诗奇家附近 就听到有人喊侯月的名字 就快速往声音的方向跑 侯月 你冷静一点 别打了 我打架还是特别猛的 在孤儿院的日子 就只学会了打架 我骑着莽玉 两个人打得难舍难分 还是侯密和莽金合力 才把我们两人分开 莽玉你们不要再打了 侯密负责按住莽玉 莽金则是来劝我 我冷静不了 你看他到现在 还不和我道歉 虽然莽玉被我按着打 但是莽玉好歹是大莽蛇 总是有点种族天赋在身上 脑袋被我打破了 我还是被他用尾巴 敲了好几下 我的背部被他的鳞片划伤 要不是我对自己够狠 不然第一下就能被他拍倒 不过我也没吃亏 莽玉的脸都被我打成猪头了 小玉你没事吧 侯密马上去扶莽玉 又担心地看着我 姐姐你还好吧 我没事 你还是去先看看他吧 他看起来比我惨多了 虽然我发现停下来之后 背上疼得要死 但是不影响我继续嘴硬 侯月你别动 让我看看 你的手没事吧 我手上背上都有血迹 看得莽金都心疼了 哥 你到底是谁的哥哥 你看不到我被他打成这样的吗 莽玉的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 被我痛揍一顿之后 还能顶着猪头冲莽金嚷嚷起来 你活该 你要是不死我的兽皮 我能揍你 我没有剁了你的手 你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你这个小偷 你偷侯密的兽皮裙 我就是要把你扒光示众 让你以后不敢出门见人 你还说 看来是打轻了 我又让莽玉的话激怒了 我一把推开莽金 又想去扑过去揍莽玉 不过这次没成功 因为我被莽金死死地抱住了 你放开 我饶不了他 哥你放开他 我也不会放过他的 侯月 侯月你别打了 莽金还想劝我背后 突然扑过来一阵风 下一秒他直接被人掀翻 莽金 我要杀了你 谁准你碰我们家侯月的 熊平远远看到莽金抱着我 直接把他给气炸了 马上就冲过来把莽金掀到地上 熊平 你怎么在这里的 我也让这动静吓了一大跳 看了一眼 莽金一抬头又看到怒发冲关的熊平 我马上反应过来 扑过去拉住熊平 熊平你冷静一点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不知道熊平在气什么 但是他看到自己和莽金离得那么近 很有可能是他误会了什么 侯月放开我 他欺负你 我绝对饶不了他 熊平还想去揍莽金 无奈又被侯月拉住胳膊 他这才发现侯月背上都是血 熊平更加激动了 侯月 谁打你的 你怎么一身血 熊平把我往身边拉 发现我背上的血真是我的 侯月 你告诉我是不是莽金打你了 没有 不是他 我没有 传出去已经够让他身败名裂了 要是真的被冤枉他打了侯月 那肯定会被绑起来打死的 熊平不是他打的 是莽玉打的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没有吃亏 他伤得比我重 我没想过熊平会来 现在事情又变麻烦了 是莽玉打的吗 侯米马上挡在莽玉面前 熊平有话好好说 有什么好好说的 他把侯月打成这样 我怎么好好说 熊平把侯米剥开 侯米你站远点 这不关你的事 熊平你别冲动 熊性不能打雌性的 侯米没说完 又被施齐拉到一边 他以为施齐不让他管这件事 施齐你放开我 不能让熊平打小玉 小玉已经伤得很严重了 算了熊平 已经没事了 我们讲和了 我拉住熊平 可是某猪头 还是不知死活的叫嚣道 什么讲和 侯月我和你没完 看着嚣张的莽玉 我也是无语了 这人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在招惹谁的 都这个时候居然还敢嚷嚷 也不怕熊平真的揍他 熊平你先冷静一下 你先问清楚再说 有什么好说的 你看他还那么嚣张 熊平才不想听什么原因 他就是不能接受侯月被人欺负 哪怕侯月打回去了 他也不能消气 我要是就这样算了 那以后谁都能欺负我家侯月吗 熊平你别气了 你看他的脸都被我打肿了 咱们还是算了吧 我和他是打架 不是他单方面打我 我真心觉得这熊平 是个顶级棒的兽夫 没人敢欺负我的 你看我那么凶 我拦住熊平自然是不想熊平 因为打瓷性而受惩罚 主要是我自己已经打回去了 气也消了 就没必要再打下去了 他不是撒娇 而是他爸是这里的村长 遇到这种情况 还真的可以找村长来主持公道 啊 找你爸爸 不用了吧 我真的自己出完气了 我觉得这种扯头花打架的事情 没必要闹到全村都知道了 而且闹大了我会不会也有责任啊 为什么不用 熊平你别以为村长是你爸爸 你就有理 今天侯月把我打成这样 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莽玉以为我说不用是害怕理亏 所以他又闹腾了起来 莽玉 我还想要你给我一个交代呢 整个部落让你搞得乌烟瘴气的 别以为你是雌性就了不起了 熊平平时看起来敦厚 生气吵架的时候 他可不会嘴笨 而且说话比莽相都要难听了 莽玉 就你这样的也好意思嚣张 你们一族在这里有什么贡献吗 你们狩猎队没去过 采集队没去过 还想挖坑买了我家雌性和蛇崽子 别以为我熊平是好欺负的 我今天就要把你们全部赶出部落 熊平 你先冷静一下 这事是莽玉不对 我替他道歉 这件事能不能就这样算了吧 莽金倒不是怕被赶出部落 可是他要是被赶出部落以后 就不能再看见猴岳了 要是他再变成流浪兽人 那他和猴岳就更没希望了 熊平你说的是真的吗 他们真的要活埋了猴岳吗 诗奇虽然不喜欢猴岳 但是这不表示猴岳就能在部落里被活埋 要是部落连生了那么多崽子的雌性都保护不了 那传出去他们部落可是会被人笑话的 而且莽玉还一直来找猴蜜 他可不能让猴蜜和这样坏的雌性交朋友 不然猴蜜出了危险 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猴蜜你以后不能和他来往了 这种雌性简直比猴岳还要坏 诗奇直接把猴蜜拉到自己怀里 想了想又不放心 直接同熊平说道 我同意找村长 咱们部落里绝对不能有那么歹毒的兽人 诗奇你别这样 小玉不是这种人 猴蜜到头来也没能劝住诗奇 本来一个熊平就已经够难搞了 现在又多了一个诗奇 所以熊平他爸爸还是诗奇亲自去叫来的 我也是来这里第一次看到熊平他爸爸 他们熊族还真是竟是大高个呀 熊平他爸爸一出现就有一种隐天蔽日的感觉 也可能是天黑了 不过熊平他爸爸是真的又高又壮的 身高至少两米往上 比熊平还要高两三公分 但是宽度是一个半熊平那么大 猴岳你怎么又闯祸了 熊爸爸一出现就是这句话 我先是一正 一瞬间还以为这个公公不喜欢我呢 所以他一开始就先入为主 觉得是我闯祸欺负人了 结果一抬头发现他是笑着说的 爸爸我也不想的 这次我是被逼的 不信你问熊平我最近可笑话了 我最会看脸色了 看到熊爸冲我笑 我也当即卖起乖来 是啊爸爸 侯岳最近天天回家 他对我和崽子可好了 熊平也马上顺着我的话说道 侯岳 你的背是怎么了 谁弄的 熊平他爸自然也看到盲欲脸上的伤 但是谁亲谁书不是很明显吗 啊 没事没事 不严重 我避重就轻直接说自己没事 这么严重怎么可能没事 爸 你生事该管管某些光吃不干活的兽人了 分物资的时候人就到齐了 平时狩猎巡逻甚至采集队都不去一下 天天竟想着怎么欺负我家侯岳了 嗯 侯岳 你和爸爸说说 说欺负你了 呃 我有点语色 不过我看熊爸这么护短的模样 我算是知道原主是怎么做到坏事 做尽还是能横行相礼了 原来是背后有人纵容的原因啊 明明侯岳名声那么差 熊爸居然还能觉得他是被欺负的 可真是护着他 不过这种感觉还挺幸福的 熊爸这关心的眼神和这决绝的态度 让我感动得老泪纵横 毕竟我长那么大 还没被谁这样护短过呢 爸爸 我 侯岳你别哭 侯岳这一掉眼泪可把熊平给心疼坏了 现在他看莽金兄妹就更觉得讨厌了 所以他决定今天他一定要把他们全家都赶出部落才行 爸爸 这莽玉欺负侯岳 你看他都把侯岳打成这样了 而且上次那莽茶还要活埋侯岳和二崽子 那件事朱莉也知道你可以去问他 爸爸 我觉得咱们部落绝对不能留这种兽人在部落里 熊平 我知道这两件事是我们不对 我替他们向你们向侯岳道歉 你能不能放了他们一次 莽金脸色很难看 可是他狡辩不了 熊平他说的都是事实 不行 莽金的话被熊爸打断了 莽金 你知不知道伤害雌性这种事情有多恶劣 哪怕你弟弟还没成年也是不可原谅的 还有你莽玉 你每天在部落里招惹雄性却不愿意成家 你的做法对部落影响太恶劣了 你们明天一早就搬走吧 这里留不得你们了 爸爸 我瞪着眼睛有点难以置信 这也太严重了吧 这样就要赶出部落吗 明天 熊平的眉头一皱 明天而不是今天 现在天还亮着呢 要不我去帮他们搬 熊平 你别这样 爸爸 要不然就算了吧 你看莽茶他想活买我 可是我也把他打伤了 这莽玉虽然打我 可是我也打回去了 不然咱们就原谅他们一次吧 给他们一次机会 下部为例好了 我这话一说出来所有人都愣住了 从怒气冲冲非要把莽玉赶出去到一直在一边看戏的时期 全都震惊地看着我 这话要是侯蜜说太正常了 因为他很善良 可是从侯月嘴里说出来就太诡异了 侯月 甚至觉得我是在莽金和诗奇面前装好人 你闭嘴吧 我劝你闭嘴 不要不知道好歹 我是看在你哥的份上的 你不然以为我能忍你吗 我真想一拳把你呼飞出去 侯月这话让莽金眼睛一亮 原来侯月那么在乎他 侯月你别以为这样我哥就会喜欢你 莽玉就知道 侯月才不会那么善良原谅他呢 不然呢 他不喜欢我难道喜欢你 他要是不喜欢我 他能是我的兽夫吗 我一连串的回答 让莽金飞到空中摔了个稀巴烂 你说的是莽相 侯月你真善良 像这种兽人不值得你对他们这样好的 我让熊爸夸得差点找不着北了 爸爸你过奖了 我这也是为了我家莽相 怎么说都是他娘家人 那也不能轻易放过 不然 爸爸 他们已经受到惩罚了 你看他都变成猪头了 我说着又指了指莽玉 后者还一脸怨愤的瞪着侯月 哼 那是他活该 那是那是 不过他们还年轻 再给他们一个机会吧 下次再这样 我绝对不为他们说话 好的爸爸 一定一定 我费了半天的嘴皮子 还是就下了莽玉和莽茶 虽然这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专门欺负我 但是我都给他们打回去了 所以我也不想斩尽杀绝 主要是莽扎他全身骨折 他要是被赶出去必死无疑 而莽玉在骄纵任性也只是一个雌性 他出部落肯定比莽茶出去还要危险 况且我们之间也没到 非要让对方死的程度 怎么说都是莽相娘家人呢 不看僧面看佛面吧 而且莽金还是男二呢 卖他的面子以后见面也不会那么尴尬 等以后寿朝来了 说不定还能帮自己一把呢 熊爸让我先劝回去了 走之前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事情要说 但是在这里问又不方便 因为熊爸想说早就说了 既然他不说就是不方便直说 于是我马上和他说 爸爸 你先回家 我和熊平有空就回家去看看你和母亲